妻子最近迷恋直播,榜一大哥不断送出天价礼物,妻子背着我,穿起了超短裙,直到我发现还有另一个视角,我的妻子叫李萌,是一个实打实的家庭主妇,因为我忙于经营公司,常常半夜才回家。 最近,她却迷恋上直播,并在直播前特意穿了超短裙和黑丝之类的情装,让我很是费解,可能是我一直忙于工作的缘故,把心思很少放在她身上,直到有一天我发现了妻子直播的秘密。 今天是结婚一周年纪念日,我特意推了公司的团建,赶十点钱回家,想要给妻子一个惊喜。 因此,我买了一束玫瑰花,可推开门后,却看见妻子在手机面前搔手弄姿,腿上也穿着开裆黑丝,令我有些不爽,虽然只是个直播,可她不应该在直播间穿一些不可言喻的东西,我也不是个保守派,可妻子的做法实在让我有些不理解, 我放下手里的公文包后,坐在妻子旁边静静地看着她直播。 直到她下播后,才一脸困倦地朝着洗漱间走去,没有和我说一句话,因为平日里觉得有些亏待她,每月都会定期给她的账户上打上三万块。 我觉得够她买一些日常用品和轻奢品了。 当我问她为什么晚上要直播时,她竟然告诉我,就你给的那点钱够啥用,我开个直播,就要千把来快呢。 废物一个,妻子语气很是冷漠,似乎对我充满了不耐烦,因为今天是结婚一周年纪念日,我并不想为了一些琐事和妻子吵架,可我精心准备的烛光晚餐和花也被直接无视。 这让我心里很难受,一回到床上后,妻子便不再让我碰她。 起初,我将放在妻子那蜜桃屯上游动,正准备给上摸屎,却被妻子一把手给打断,她将身子翻过一边,根本不给我任何可乘之机。 让我燃烧一天的欲望也随之浇灭,你开直播为什么要穿超短裙,黑丝,渔网呢? 你不觉得那样狠,妻子听到这话后,慵懒地给我解释了几句,反正在镜头前面坐着,只能看到上半身,又看不到下半身穿的什么,让我别管那么宽。 不等我说完,妻子就将头埋入枕头里,假装睡了起来。 第二天一早,我特意给公司请了假,想要看看妻子一天都在家里干嘛。 这几个月,总是心不在焉,对我的爱也远远没有刚结婚在一起的热情,我故意给妻子说我今天上班需要做个项目。 换了一身西装后,确认妻子没有任何发现,我下了一趟楼后,等待着她离开手机。 而我则是趁机看她的直播,我的第六感很强,总是觉得妻子说的话并不对劲,一番敷衍的解,是让我不得不半信半疑,当着妻子的面出去后,躲在了小区楼下的一家餐厅里面,等妻子下楼取外卖的功夫,我就早溜进她的房间,记住她的直播间号和注册平台,我倒要看看,她究竟在搞什么鬼。 正当我点开妻子的直播平台时,屏幕上方忽然弹出来一条消息,那个人的备注是绑一大哥。 萌萌,哥哥想你了,等会把黑丝穿上哦,给你刷个火箭,萌萌,看到这条消息时。 我脑海如同惊雷轰响,一片嗡嗡声,一时之间,我甚至有些崩溃,我和李萌在一起一年时间,虽然她平时对我爱搭不理,可我从未对她变过心,日夜操劳,都是为了和她能有一个完整的未来。 可看到这条消息,我的一切幻想都将破灭,我抹了一把额头上的汗珠颤抖着,将手放在了键盘上,打出一行字。 哥哥,人家穿黑丝,你又看不到,真讨厌。 我故意克制着自己那燃烧的怒火,并用一种极其娇柔造作的语气发出这条消息,既然你背叛了我,就别怪我不仁不义。 我对你还不够好吗?可现在要是和李萌闹上的翻天地覆,最终受害者依旧是我,为什么? 因为,从结婚时,我就将家里其中一套房过户到了李萌名下,并且她手里有我的存款,把握着我的命脉。 若是我净身出户,就再也没有翻身的机会了,我要让她不仅仅净身出户,还要她名誉扫地。 只有这样,才能解开我一时的心头恨。 忽然,屏幕上又弹出一条消息来,哎哟,你个小调皮。 各有VIP视角呢,VIP视角,听到这话,我弯下身子试图将那个VIP视角找到。 电脑桌一共分两层,上面摆放着电脑,以及录音设备,而下层则是空荡荡的一片,直到一个闪着红光点的针眼吸引了我的注意,扑花扑花的红点却让我疑了身。 此时的我,突然想起了前不久的一篇新闻。 一对小情侣在宾馆开房时,发现暗角里闪着红色的光,经过调查发现之后,红光竟是一种新型真恐摄像头,用来专门偷拍小情侣的新浪知识,事后发在某个网站上谋取暴力。 难道这个是真恐摄像头?不可能。妻子李萌再怎么说,也是个顾驾的女人。 虽然平时对我冷淡些,对家里也算上心。 很少出门,她怎么可能会变成这样? 我来不及多想,掏出手机,立马朝着闪着红点的地方拍了张照。 我这时才想起,自己有一个关系还差不多的朋友,是一名地道的记者,或许他能帮我这个忙,正想再从绑一大哥那套先画出来。 刚把手放在键盘上时,就听到门外有一阵脚步声,听着熟悉的声音,我脑海里立刻反应过来,是妻子回来了。 不行,我现在还不能让妻子发现这件事,为了以防万一,我连忙删掉了聊天记录,将桌上的东西摆放好后,便匆匆离开了。 我前脚刚一出去,就正好撞到了提着外卖的妻子李蒙。 你,外卖娶回来了,我们两个对视眼后,不知为何,我有些紧张,手心里不由地出了汗,大概是第一次做这种偷鸡摸狗的事。 我下意识将眼神飘向一边,你在我房间干什么?李蒙依旧摆出一副冷漠的表情,似乎我不像是她的丈夫,反而更像是仇人。 她的眼神露出一丝惊慌,不等我开口解释,她朝着我翻了个白眼后,便快步朝着房间里走去,随后迎来的则是一声巨响,哼,妻子头一次对我发这么大的火。 让我有点怀疑我是不是多想了,为了更快能验证我的想法,我掏出手机,便联系了不常联系的哥们陈小豪。 喂,是小豪吗?我求你见识,待会有时间出来没,我转身离开了房门,准备去和那个哥们约定好的地方,我们两个见了面后,并没有多说话,他把我拍下来的照片看了一眼,看似非常随意。 可他眼神坚定地看着我,很有默契地点了点头,看到陈小豪点了头后,我差点昏倒在地上,两天嘴唇忍不住颤抖着,双腿像瘫痪了一样软在地方。 他告诉我说,我所发现的就是针孔摄像头,而我的妻子李萌正在进行灰色交易,也就是用VIP视角来赚钱。 我听到这个消息,整个人的血压差点升了上来,脑袋昏昏沉沉,要不是陈小豪扶我,恐怕几次差点昏倒在地上,我想不通平时给李萌的钱足够他生活了。 为什么还要干这种事,简直就是伤风败俗,不要脸的婊子,我心里唾骂着,陈小豪长叹一口气,拍了拍我的肩膀,告诉我说现在不要急着去报复他,而是找到事情源头,再和他算账也不迟,否则现在吃亏的是我。 陈小豪却帮了我一个忙,他托朋友在网上购置了一样的针孔摄像头,让我以牙还牙,我欣喜若狂,拉着陈小豪的手就只感谢,回到家后,我把针孔摄像头放在卧室以及客厅里,掏出手机连上蓝牙,随时都可以看到房子的一举一动, 一切准备就绪时,我毫无顾忌递上了一天班,因为公司大大小小的事都需要我来处理,而等我晚上回家时,在电脑上将今天监控的所有记录掉了出来,视频画面里显示着,妻子李萌在房子里换了一身护士符号,便坐在了直播间里,他在电脑前扭着屁股。 抖着胸,我从未见过他如此放荡,直到接下来才让我大吃一惊,妻子看到绑一大哥刷来的五支穿云剑后,立刻的张开了大腿,将纤细的手指放了进去, 她的脸上渐渐红润起来,说起话来也含含糊糊,而这样的VIP视角,正常直播间人是看不到的,只能给绑一大哥看。 而这也就是为什么明明直播的女主播没有什么擦边的动作,反而绑一绑二刷的礼物更多,无论如何,我也想不到一向温柔平静的妻子,暗下下竟然藏着这样一副面孔,我十分厌恶地看向一边酣睡的妻子。 她并未察觉到,我正注视着她一天行踪,我直接将监控快进到后面,看到了让我差点崩溃的画面,妻子关掉直播后,并未把那身护士装脱下来,反而给自己补了一个妖艳的装扮。 忽然,一阵门铃声响起,妻子将门打开后,一个大富翩翩的中年男子走了进来,她对那妻子动手动脚,可妻子像是早就习惯了似的,根本没有任何反抗,依附着贴在那个地中海的怀里,两人一直暧昧到我的床上,而那个男子,我竟觉得有些眼熟。 看了半天,我才反应过来,这个地中海是楼下住户。 平时偶尔会碰见几次面,因为她是整个小区里唯一一个拥有路虎揽胜的车主,我也对她有点印象,这个婊子。 我不想再继续看下去,把电脑关了后,我使劲揉了揉脸,我现在已经有了足够的证据,可我还不想就这样将她起诉到法院, 否则对她太放过了。 我要让她生不如死,体验到什么叫做背叛的下场,为了将她们捉奸在床,我特意联系了我的好哥们陈小豪,他是一名记者, 要是我掌握大量的证据,将他们偷情的视频一旦曝光,那个地中海就会身败名裂。 再让陈小豪录下视频,大做文章一番,我肯定会胜诉。 拿回属于我的一切,我不属了自己的计划后。 准备去见一下那个地中海,要想让妻子生不如死,就必须让地中海也插一手。 经过我的一番了解,那个地中海是当地有名的开发商,手中资产少说有几个亿。 而我们这边的小区房,是他最近才买下来的,我断定有极大的可能性,是为了和李蒙偷情。 既然是这样,我就让你们两个偷个够。 地中海名叫徐少强,手底下有一群文龙画虎的小弟,以前都是跟着他干工程的,要想跟这种人干。 拼命暴力,定然是解决不了问题,我得要从法律上面下手,据哥们了解。 他是一个有家事的男人,可他的老婆不在他身边,带着孩子去海南度假了,他才有机可乘。 陈小豪告诉我说,他在外面还包养了一个情人,是一名在读的大三学生,名字叫赵晓晓,徐少强每个月会给他五千块,并且每周都会带赵晓晓出去吃饭,这个消息对我来说,复仇最重要的关键点。 没想到,这个徐少强玩得这么花,一边勾引我老婆,一边包养女大学生,好啊,老子让你家破人亡。 今天是周末,大学生大都会逛街买点东西,正好也是徐少强和赵晓晓出去吃饭的时候。 我戴着一个黑色鸭舌帽以及口罩,坐在离大学门口附近的一家奶茶店,时刻关注着赵晓晓的身影,我看了一眼陈小豪给我的照片,再次确认了一遍赵晓晓的长相,看起来很清纯,绝对算得上是美女,眼角下长着一点泪质。 但是,我认一下面孔之后,死死盯着从大学校门口出来的学生,突然,一道艳丽的身影出现在我眼前,我心里由不得一解,眼神立刻转移到那身影身上,我反复确认着手中的照片,没错。 那个女学生就是赵晓晓,她穿着一身淡黄色的连衣裙。 脸上的妆并不是很浓,反正是恰好,扎着一个高马尾,修长的身材,让我不禁看直了眼睛,甚至比李萌还要漂亮许多,没想到许少强的眼光这么高,我连忙跟紧赵晓晓晓,假装看着手机,时不时抬头望向她,她走到了一辆路虎揽胜面前,神色紧张地向周围看了看,紧接着便上了车, 这辆路虎揽胜,错不了,就是许少强的车,我赶忙上了车跟着他们,停了车后,许少强带着赵晓晓一起去了附近的商城,我拿出手机躲在人群里面,拍下了这一幕,许少强竟然搂起了赵晓晓。 赵晓晓是许少强包养的情人,搂一下倒没什么,可我看到赵晓晓的脸色很难看,将许少强的手推开,令我惊讶的是,许少强竟然抬手扇了赵晓晓一把掌,她的脸上落下了一道深红色的巴掌印,赵晓晓根本不敢反抗, 她捂着脸,眼泪啪哒啪哒掉了下来,看起来不由得让我有些心疼,这个狗痒的许少强,不懂得怜香惜玉。 我没有拍下这一幕,真想上去把许少强恋上一顿,在我看来,欺负女人的一点本事都没有。 可心里抱负的欲望压下了我的冲动,赵晓晓跟着许少强走出了商城,开车去了一家宾馆里面, 宾馆,等两人进去之后。 我正准备跟上去时,突然停下了脚步,我现在虽然有了一定的证据,可还是没有任何理由阻拦他们,正当我离开之时,陈小豪给我打来了电话,他告诉我, 那个名叫赵晓晓的女大学生,根本就不是包养的情人,而是一名农村来的女娃,许少强资助她上大学,并承担所有费用,是从半个月前刚开始的。 而这个女孩是个好女孩,原来根本就不是我想的那样,那许少强这个畜生,一想到这里,我立马朝着宾馆里面跑了进去,生怕许少强这个禽兽把女孩遭剑了。 去前台那里问了一下门牌号后,我一个剑步冲上楼梯,心脏狂跳不止,仿佛我做错了一件坏事一样,到了门前,我深呼吸了一口气后,刚想用脚踹开房门时,仔细想了想,便用手轻轻敲了敲,服务声,换床单的,滚蛋,老子现在不换。 房间里面传来一阵微喊声,似乎是赵小小在挣扎的声音,请开一下门,我再次敲了敲,心中的怒火已经悄然上升,老子跟你说话,耳朵是被狗咬了吗? 给你说了,不换。 而赵小小的挣扎声越来越大,我的内心却还不断纠结着。 直到徐少强狠狠骂了一句,房间里传来花瓶打碎的声音,声音如同火焰一样,点燃了我胸腔里的火药线,你妈的狗东西。 我气不打一出来,绷直的脚朝房门猛踹了过去,喷一声,房门被我一脚踢开,吓得脱得只剩裤衩的徐少强一个颤抖,身子上的肥肉都抖了起来,而衣服凌乱的赵小小缩在墙角发抖着,眼神里惊恐无比,如同一只被折断翅膀的小鸟。 你是谁?你,徐少强话还没有说完,就挨了我一拳,我直接一拳轰向他的面门,砸得徐少强昏天暗地,险些摔倒在地上。 他捂着鼻子,一副迥样,敢打老子。 你知道我是谁吗?徐少强擦擦流下来的鼻血,胆怯地后退一步,许文强是吧,打的就是你。 我正准备抄起板凳,砸向徐少强的头时,赵小小站起身子,挡在了他面前,你干什么,他这个畜生,你还护着他。 看着赵小小焦滴滴的脸上,流下两行泪水,我不忍当着他面下手,反复思考之后,我放下了手里的板凳,干脆坐在板凳上,套出一支烟抽了起来,烟雾缭绕着房间内,徐少强躲在赵小小后面,看我的眼神中略过一丝害怕。 好,我不打你了,你他妈别像个娘们似的躲在女人身后。 我猛吸了一口烟,长吐了一口白雾,指着徐少强说道,你以为老子怕你,有本事别走。 等老子摇人。 徐少强颤抖着,从衣服里掏出手机,把屏幕乱按一通,不要,你别,赵小小想要一把夺过徐少强的手机, 可被徐少强一把扯住头发,拽倒在地上,和你这个婊子有什么关系,亏老子掏着钱养你。 你竟然找人报复我,这学你别想上了。 徐少强朝着地上吐了一口痰,恶狠狠地盯着赵小小。 不是,你听我解释,我不认识他。 赵小小连忙解释着,可徐少强根本不会信你小子可以。 等我弄死你,老子人马上就到。 有本事别跑,我露出一丝淡淡的笑容,没有丝毫惊慌,因为,我掌握着徐少强的把柄,我不慌不忙地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照片,上面是他和赵小小站在一起的照片,在商场搂住赵小小的画面正被我拍了个正着,毫无疑问,徐少强慌了。 他下意识后退一步,他不敢相信我一直跟踪着,还拍下了照片,要是让他那个如狼似虎的老婆看到。 自己不死也得脱层皮,因为,他在工程包揽的上面有很大一部分是他岳父支持的。 你,你竟然拍我? 忽然,徐少强想到了老婆最近去了南方旅游,心里放心了几分,他嘴角微微一勾,露出一副得意的表情。 那又怎样?你上哪找我老婆去,就算有,恐怕你没时间活到那个时候了。 显然,徐少强已经联系好了人,在他手下搞工程的有不少社会闲散人员,动起手来没轻没重,你以为一张照片就完了。 你觉得你人来得快,还是我电话打得快,我将他老婆的手机号码摆在他面前。 你到底是谁?怎么会有我老婆的手机号码? 徐少强为了万无一失,在老婆临走之前,特意将电话号码换成新卡,除了他,没有人知道。 徐少强确认电话号码后,顿时慌乱了起来,神色胆怯。 你,不是,兄弟,有什么话好好说? 我跟你无冤无仇,你干嘛要整我,我整你,你干了什么事,心里清楚。 徐少强根本来不及考虑,连忙打电话撤掉了那批人,行,你要什么我都给你,开个价吧。 听到这话,我的计划已经成功了一半,这不是钱能解决的。 我有两个条件,如果你能答应这件事,就可以算了,否则我立马把这张照片发给你老婆。 徐少强连忙点点头,生怕我反悔,我能做到的,绝对答应你。 第一个条件,从此以后放过他,但前还是要继续给。 第二个条件,你认识李萌吧?果然,徐少强听到李萌这个名字后,不由得瞪大了眼睛,他朝着我看过来,眼神里透出许些不可思议。 他是你,媳妇,大哥,真不怪我啊。 他先勾引我的,我就给他刷了个礼物,就让我看了,我也让他身败名裂。 只要你乖乖配合我就行。 好,我给徐少强讲述了我的计划之后,他连忙点头答应,并表示这是一件小事。 随后,赵小小跟随着我一起离开了宾馆,我将他送去大学城门口后,在那里做了分别,给他留下了联系方式之后,我便离开了。 再次回到家时,已经是晚上了,妻子一如既往地坐在电脑桌前直播,穿着一身水手服。 腿下穿着开裆白丝,看起来性感妩媚,在镜头面前一声一声大哥叫着,叫得很是亲切。 看到我回来后,他立刻朝我冷下来脸,显然没有了在直播面前的热情。 今天回来这么迟,真不知道你一天到底在忙什么? 赶紧给我做饭去。 他斥责着我,根本不抬头看我,好像我就是应该天生做饭的一样,伺候不好他,就会换来一顿挨骂。 我早就受够了这种生活,可我决定还是跟他好好玩一下,等会儿再做吧。 我有些累了,我将身上的衣服脱下之后扔在沙发上,正想着歇一会,可没想到他直接站起身来,朝我脸上扇了一把,歇一会儿。 你一天干那点活还叫累,那满大街的工人岂不是累死了? 我忽然笑了起来,笑得很是大声,李萌疑惑地打亮了我一眼,怀疑我是不是搭错哪根筋了? 你笑什么?你今天跟我摔脸色是吧,离婚? 我受不了。 李萌故意用离婚这种词来威胁我,这并不是第一次,在之前已经先后出现过许多次,可我为了安然地过日子,次次都向李萌妥协了。 可这一次,当我知道她的面孔是如此的肮脏时,由不得怒火中烧,离婚,那就他妈的离。 老子也一天都不过了,少拿这个来威胁我。 我朝着李萌怒吼了一声,她被我这一声给吓蒙了。 因为我以前从未这样喊过她,怕惹她生气,你敢吼我,吼你,我还要打你。 我一巴掌扇在了李萌的脸上,这一掌手劲并不小,将她扇倒在了地上,离婚。 离婚就离婚,你以为我离了你就过不了? 李萌冷笑了一声,总共有两套房子,按照现在市值来算,一套房子可以卖两百万。 而结婚时,我将一套房子送给她当彩礼,当然过户在她的名下,并且在算上直播,以及我给她的钱,足够她下半辈子过无忧无虑的生活了。 房子,车子都是我的。 你净身出祸,你觉得可能吗?你做了这么多的违心事,我真不知道你是怎么说出这句话的。 我做什么了?我将手机打开,将针孔摄像头里拍摄下来的视频,以及照片都放了出来。 这一下她彻底哑口无言了,她满脸不可思议地望着我,你竟然监视我。 你在直播间可以给别人乱看,我看一下房间的监控怎么。 她做梦,也不会想到我竟然发现了她直播间的秘密。 你怎么会知道这些?我错了,你听我解释。 不是,你这样想。 她知道天大的借口也瞒不过去,也开始抓住我的胳膊,哭着求情,让我看在一年夫妻的份上,饶了她这一回。 可女人水性洋花,我岂能相信她一言之词,我不想再做这个倒霉蛋。 我曾经给过你机会,你不珍惜,现在后悔。 晚了,我甩开李萌的手后,丝毫没有任何动容,李萌咬了咬牙,像变了个人似的。 好啊,那我就改嫁。 你不养我,有人养我。 李萌掏出手机,给徐少强将电话打了过去。 电话通了之后,他便开口亲密的一声宝贝的叫,可没曾想。 刚把电话打过去,就被徐少强直接挂断,强哥可能现在在忙,你瞧着看。 突然,没过多久,电话又来了。 李萌欣喜若狂,看我的眼神多了一丝嘲弄,当着我的面,故意将免提打开。 喂,强哥,我跟你说件事,谁是你强哥,你就是那个臭婊子,整天勾引少强,你还要不要点脸了,李萌是吧,你别想在这里待了。 要是再勾引我老公,我就喊人打断你的腿。 一阵乱骂声后,电话传来挂断的声音,而李萌则是一脸凌乱,不知所措地看向我,他的一切希望破灭了。 没想到算好的后路,已经被我算到了,怎么会,这次我真的错了,我求求你了老公。 我以后绝对不直播了,你原谅我吧,李萌跪在了我的脚下,甚至拉着我的手亲了起来。 不,请你记住,我曾经很爱你,可你把它当作玩笑,当你回过头来,一切都晚了。 我淡淡将这句话说了出口,也算是对我和他之间的了结,我们曾经相互喜欢过,可时间和岁月磨平了爱意,最终还是心软下来。 念在一场夫妻的份上,给了他十万块,让他自求多福去,而我也要开始我新的恋情了。 我也很感谢,趁早发现了那个针孔摄像头,否则不知道继续下去会是什么结果,可能身败名裂,一无所有的就会是我。 总之,要想真正的拥有爱情,不仅重视对方,还要让对方重视你。 我叫孙飞,有一个貌美如花的娇妻,从小练武的她,不仅肤白貌美,还是个床上游雾,每晚都能掏空我的身体。 按理说,能娶到苏柔这样的女人,我绝对不可能出轨才对,但是,我曾经背叛过她,故事要从三年前说起,那年我二十四岁刚结婚,社会阅历还不够,太容易被诱惑,当时公司的老板周峰请我去她家做客。 谁知她把我冠个伴最后,竟然安排我和她的漂亮老婆睡在一起,也许是年少轻狂,征求了老板娘的同意后,我和她发生了关系。 等到第二天,老板拿着视频威胁我的时候,我才后知后觉,她的目的是我的妻子。 苏柔,为了不让苏柔陷入周峰的魔爪,我辞去了工作,带着她从广州搬到深圳,将所有的联系方式全部更换。 这三年来,我跟苏柔平安无事,有时梦里惊醒,我也在庆幸,也许周峰已经放弃了吧,但我做梦也没想到。 就在妻子去广州出差的第二天,她遇到了周峰,那晚我突然收到了一个陌生的好友申请,我没有细想,顺手通过,刚通过,对方就发来两张图片,第一张图片是在KTV照片里的苏柔,醉眼迷离,穿着低胸短裙,正被几个男人举着一瓶洋酒往嘴里灌。 那些男人的脏手,正在她衣服里到处揉捏,第二张图片更让我如遭雷劈,烂醉如泥的苏柔玉铁横沉躺在沙发上,短裙被掀到了腰间,钉字库也被扯到膝盖。 旁边的周峰正得一扬扬笔,微字拍,两张照片让我如遭雷劈。 周峰把苏柔灌醉的目的不言而喻,尤其是第二张, 我简直无法想象现在的苏柔面临什么局面,是不是已经被周峰赤干抹净了,是一个男人还是几个,他正被摆弄着什么姿势。 就在这时,周峰又发来消息,孙飞三年前欠的债还记得吗? 你老婆我笑那了。 我急忙给周峰播剧语音,却提示已被拉黑,这时我的手都是颤抖的,又给苏柔打电话。 关机,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下楼的,也不知道是怎么开着车行驶再去广州的高速,我只能不停地给苏柔打电话。 期待能有打通的那一刻,其实我自己心里也明白,不管做什么,现在都已经晚了,也许这时候,苏柔正被周峰和其他男人肆意玩弄,想到那不堪的画面,我咬牙切齿,对筛方向盘就是一拳,周峰,别让我抓到你,否则我一定会杀了你。 但刚下高速,我的电话响了,是苏柔打来的,老公,对不起,我今天一直开会,准备洗澡才发现手机没电了,你有什么事吗? 令我没想到的是,苏柔一点都不像喝醉的人,而且话筒那边也没有杂音。 应该是在酒店,而不是KTV,我一个急杀停在了路边,这是怎么回事,难道那两张照片不是今天拍的,我小心翼翼地试探苏柔,没事,就是你出差两天了,有点想你了。 电话里的苏柔轻笑一声,话音中也多了一丝柔梅,我还不知道你想做什么,等我回去好好伺候你。 就在我准备让她给我发视频时,苏柔却突然惊呼一声,声音也开始断断续续,嘴里像是含着什么东西,老公,我先洗澡了,你早点睡。 说完就挂了电话,看着西平的手机,我犹如五雷轰顶,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,只觉得头顶绿油油的冒光,苏柔刚才明显不正常。 那种喘着粗气的语气,只有一种情况才会出现,她身边有男人,在她打电话的时候,向她发起了进攻,甚至可能不止一个男人,苏柔并不是被灌醉后非礼的,他们是肩夫淫妇,我内心深处对妻子的担忧,转化成一股恨意。 我要把这对狗男女捉奸在床。 我把手机摔到副驾,驱车直奔四季酒店,这是妻子公司的协议酒店,她每次出差都住这里,这次也不例外,我在酒店门口买了一束花,翻出手机里的婚纱照。 直奔前台,请帮我看看苏柔住几号房,今天是我们结婚纪念日,我想给她一个惊喜。 前台仔细看了看照片,惠心一笑,告诉了我房间号1823房,我向她道谢后,快速向电梯间走去,很快找到了房间所在的位置,楼道静悄悄的,我左右看了一眼,从钱包里掏出一张信用卡,插入门与门框之间的缝隙中,咔哒一声。 门打开了,这是一间套房,外面是会客厅,里面才是睡觉的地方。 我轻轻地关上门,会客厅里顿时漆黑一片,刚走两步就感觉踩到什么东西。 打开手机一看,是件米黄色的短裙,正是苏柔的衣服,旁边还有一双高跟鞋,再往前是一双歪着的男式皮鞋。 很明显,苏楼正和周峰在里面的房间颠乱捣缝,卧室里又是什么情景,是正打的火热,还是已经结束了。 我慢慢向前走去,在即将到达卧室的拐角处,一条淡紫色的钉字库静静地躺在地上,我的牙齿咬得嘎嘣作响,那抹紫色就像刀子一样插进我的胸膛。 就在这时,突然卧室的方向,一道痛苦的声音响起,不要,好疼,你搞错地方了。 此时怒火已经烧到了头顶,我不再犹豫用力踹向房门,见人。 那门,被我一脚踹开,苏柔保持着狗爬的姿势。 浑身赤裸地趴在床上,他被周峰和一个黑人夹在中间,正满脸惊慌地看向我,苏柔的头发很是凌乱,身上和脸上还带着水溢,不知道是不是银河的泪出汗了。 他的脸色潮红,透着一抹迷人的风情,让人心中忍不住生出罪恶之火,但我生出的另一股火焰,毁灭的火焰,我目自欲裂地冲了进去。 对这周峰,就是狠狠的一脚,老公,你怎么来了? 老婆错愕地惊呼一声,见女人,你还有脸喊我老公? 接着,我愤怒的一巴掌,直接扇在了苏柔的小脸上。 他白皙的脸颊,瞬间留下五个手指头印。 我脑袋冲血,一把抄起床头的电话,疯狂地对一周峰的脑袋砸,死命的砸,已经被愤怒冲昏了头脑,一心要把他弄死。 苏柔看我发疯的一般打人,吓得脸色苍白,估计是房里的动静太大了,很快外面就传来了敲门声。 接着两个保安就冲了进来,拦住了我的暴行,我望着已经昏死在地上的周峰,还觉得不解恨,伸出脚又给了他一记狠的。 我突然地爆发,差点挣脱开两个保安的桎梏,他们更是死死地抱着我,就在这个时候,门外又有几个保安冲了进来,连同刚刚的两个保安。 和那个黑人,直接把我摁倒在了地上,双拳难敌四手,我被他们控制住手脚,被关在了一个小房间里,尽管事情闹到这般地步,我还是没有一丝后悔,只是悔恨自己,刚刚没有多踹几脚,最好把那个祸害女人的东西给废了。 就这样,我被非法拘禁了三天,期间不停地有人进来殴打我,但我没有坐以待毙,只要有人进来,我就疯狂地反击,来一个打一个,来两个打一双,直到他们总是四个人一起进来,我被摁着头跪在地上,脸贴在满是灰尘的地板,我除了跪过父母以外。 从来没有跪过其他人,老婆出轨和眼前的屈辱,让我憋屈得快要发疯,等到我快要晕死过去的时候,那四个人骂骂咧咧的才停下手,他们离开的时候,我已经浑身没了力气,像是一条死狗一样躺在地上,这个家伙还挺能打,什么来路。 听说周先生玩了他老婆,不知道我们有没有机会玩一下,哈哈,那妞挺不错的,身材一级棒,来的时候还跪在周先生的床头,嘿嘿,说不定现在正干着呢。 我心底发凉,第一次感到了绝望。 如同狗一样,只能趴在地上,承受得深深的耻辱,我躺在地上半个多小时,才勉强爬了起来。 三天后,门被打开,一个女人出现在我的面前,跟着我走吧。 说完,她扭头就走了,没有询问过我一句话,我跟在她的后面,大口呼吸着久违的新鲜空气,这个女人,我认识,她叫秦轩,是周峰的老婆,三年前,那个和我有过春风一度的女人。 她怎么会突然找上我,怀着满腹疑惑,我坐上了她的车,途中,她更是物质抽着烟,一个字都没有多说,见她没有说话的想法。 我也失去地闭上了嘴,一路载着我到了别墅区,一进门就被几个庸人围住,推进浴室,二话不说,就让我洗澡,虽然感到莫名其妙, 不过还是照办了,换上一身干净的衣服后,我才被管家带到了一间卧室门前,随着门的缓缓推开,屋里的景象也映入了眼帘,晦暗的灯光下,一个身材窈窕的女人正站在窗前,一根接着一根的抽烟,阴晕的烟雾渐渐向上升腾着,女人率先打破了沉默,淡淡开口道, 你甘心就这样被周锋戴绿帽子,想起那几天的毒打折磨与无能为力,不由的心头火气攥紧了拳头。 咬牙切齿地从牙关里挤出几个字,不甘心。 秦宣轻描淡写地揭露了一个事实,你这样的普通人是斗不过周锋的。 火气顿时冲上了头脑,来自自身的弱小无力,深深打击了我的自尊心, 在这个弱肉强食的社会中,只有权势和金钱才能站得住脚,我从未有如此这般渴望过权力,我一定会让他付出代价的。 这声势脆了毒一般,坚决狠心,惹得秦宣也转过身来,透过烟雾缭绕,仔细打量着我,我可以帮你。 他摁灭了烟头,一步步向我走来。 片刻后,脱掉了身上的开衫外套,止于吊戴着身,接着玉手俯上了我的肩膀, 我愣愣地看着秦宣的动作,眼中近视不解,谁知下一刻,他凑在我的耳边,悠悠地开口,不如先从报复他的老婆开始。 温香软玉送上怀中,这血脉纷张的一幕认谁能把持得住呢? 脑海里墨地闪过周锋压在苏柔身上的一幕,堆积已久的情绪爆发出来,一把将秦宣打横抱起,吻在了他细嫩的脖梗上。 周锋,我也让你尝尝老婆屈居人下的滋味。 梁九 从酣畅淋漓的情势中抽身 我在床头柜上摸来了一支烟,正想点上的时候,另一只手了然地拿起了打火机,替我点着了。 秦宣的烟瘾似乎很重,自己也拿了一根抽上,我瞄了一眼时间,已经凌晨两点多了。 可我们两人都没有丝毫睡意,各怀心思地抽烟,烟头燃尽,我扭过头,开口问道,你为什么帮我? 秦宣清吐烟雾,并不理会我的灼灼目光,扯出一个自嘲的笑容,说来话长。 在秦宣的叙述中,我知晓了他同周锋的旧事,其实他们的感情早已名存实亡,在外面是个玩个的。 互不干涉,最早周锋只是个穷小子,是做了秦宣家的上门女婿后,才借着这秦家权势,发家致富。 有了如今的地位和金钱,当时他就是秦家养的一条狗,谁知道本质其实是条养不熟的白眼狼,手里拿的权力越来越大,周锋的野心也逐渐膨胀起来,甚至想独吞秦家的财产。 他先是买通了秦家的佣人,偷偷给秦家老爷子的饭菜中下慢性毒药,直到把老爷子要到病倒,昏迷不醒。 在吩咐人,把老爷子藏到自己的私人医院,一点点把秦家的财产都转移到自己名下,而秦宣被他一直蒙骗着,直到老爷子已经病入膏肓,才嗅到了不对劲,追查下来,才得知他做过的这一堆破事。 秦宣此刻的权力已经几乎全部被架空,是敢怒不敢言,甚至还要满足周锋变态的癖,当时陪我上床,就是被周锋威胁的。 因为要是不听话,周锋分分钟就要弄死秦老爷子,秦宣只好假意装作,被周锋扑为成功,变成一个人尽可服的荡妇,任凭他摆布,免得他伤害老爷子。 现在,秦宣看到了同样身处绝境的我,深知这样下去不是个办法,再任由周锋作为作福下去,迟早有一天,自己的下场也不会好到哪里去。 所以,他终于下定决心复仇,单凭他一人是搬不过周锋的。 于是便找上了同样对周锋恨之入骨的我,我握紧了拳,给予他一个肯定的眼神,我要怎么帮你。 进入正题,秦宣摁灭了烟头,向我娓娓道来他的计划,我早就掌握了周锋很多犯罪证据,但是就怕他鱼死网破,伤害我爸。 所以,一直不敢轻举妄动,也不敢随便找没有完全交心的人帮忙。 提及父亲,这个向来坚强冷冽的女人眼中,也泄露出一丝脆弱来,所以现在需要你把我爸救出来,我也就能放手去办了。 心中复仇的火焰,越燃越旺。 我不带一丝犹豫地应下来,老爷子就放心交给我了,你专心扳倒周锋。 我们一拍集合,计划就这样定了下来,问题是,我们现在只知道,秦家老爷子被秘密送到了周锋的私人医院里,具体位置和不清楚,秦宣派去的私家侦探,也只打探到了一个医生的地址。 我只能从这里开始着手,要想解救老爷子,得先知道他在哪,最好是再获得一个名正言顺的身份,混进医院去,隔天。 我便先溜到小区里摸牌了一圈,要说周锋没点猫腻我还真不信,仅仅是他底下医院的一个医生,就能年纪轻轻地在繁华地段买一套房子。 当然,这小区的治安也很严谨,要不是秦宣派人提前打点好了保安。 进小区都是个棘手的问题,他家在二楼,不好从窗子走,找开锁师傅的话,又会惊动邻居,怕打草惊蛇。 正在纳闷的时候,我晃悠到了他家门口,惊讶地发现他家的门锁,竟然是指纹锁。 我用手掌遮住光,试探着用手机自带的手电筒照向密码锁的区域,在一番调整角度的找寻中,竟然真的隐隐发现了几枚纸印,分布在012568上面。 看来密码就在这几个数字的组合当中了,当然,一个一个是太费时间了,而且输错太多次会触发警报,对列这组数字。 我陷入了深深的沉思,通常来讲,家门密码要不是生日,就是电话号身份证码的尾数,大概率都和日期相关,抓住这一点,我脑海里突然灵光一现,难道是180625抱着十一世的想法,紧张地把这串数字输了上去,叮咚,警号键一按下,门应声而开,密码真的被我使出来了。 第二天,我就换了一身不起眼的衣服,再次前往小区,这个医生,叫冯远,是老爷子的主治医师,侦探传来的消息是,冯远今天休假,他老婆会在早上八点出门上班,而八点之后。 就是我动手的时机,我一大早就赶到了小区,一边在公园里转悠,一边注意着冯远那栋楼下的动静,他老婆还真是守时,八点刚到,就踩着点出了单元楼,和照片对比了一番,我才放心地靠近那一片。 早晨没睡醒的时候,是最没有防备心的时候,按照昨天试出来的密码,偷偷潜入了他的家里,从兜里,掏出一早准备好的电机棍和绳子,慢慢逼近主卧。 果然,冯远睡得正香,毫无戒备,趁着他没有还手之力时,我利落地挥了一棒正中他的腿,奔下电机,直接给冯远店的浑身抽搐。 两眼书的瞪大,你是,谁? 几个字从颤抖的嘴里吐出,整张脸煞时都仗成了猪肝色,拿过扔在一边的绳子,麻利地绑住了他的手脚,这才问出了此行的目的,周锋的私人医院在哪。 冯远被捆住了四肢,震惊万分地盯着我,你要干什么? 我抬脚踢在他的大腿跟上,抬高声音道,别废话,否则我废了你。 冯远惨叫一声,灯时就耸了大半,乖乖爆出一个地址来,记下地名后,我继续盘问道,秦家老爷子现在是什么状况。 他这下顿时恍然大悟道,你是秦家派来的。 话音一落,就挨了我一记手刀,我警告你,少耍花样,快说。 以防他给周锋通风报信,我顺手把他的手机装进兜里,冯远颤颤巍巍的,他每天都会被注射一定量的迷药,基本每天都在昏睡中,再这么下去几个月,就彻底醒不过来了。 听到这里,我暗暗为老爷子的状态捏了一把汗,愤恨地朝他踢了一脚,借着放下话来,老实待着。 营救老爷子得在今天之内完成,只是把逢源锁在家里,等他老婆晚上下班回来,自然会得救。 留给我的,只有半天时间,不敢再耽搁一分一秒,我从外面反锁上了卧室的门后,便快马加鞭地赶往医院,另一边和秦轩共享了这个消息。 这所私家医院,坐落在偏僻的郊外,是一片带开发的新区,医院为了私密性,员工并没有多少,治安能松懈一些,我从后门偷偷溜了进去。 穿上刚才在逢源家里顺来的制服,满天过海地上到了顶楼,正在暗自庆幸自己的演技过人,轻而易举地抵达了老爷子的病房时,便被一个声音喊住了,唯,这儿不让别人进去。 我半边身子都僵了,将口罩拢严实了点,接着转过身去,这人是个小护士,看到我之后明显愣了愣,接着两眼都能冒出光来,你眼睛真好看,是新来的医生。 我怎么没见过你?将他的神色尽收眼底,我清了清嗓子,主动伸出手去,我是新来的,以后还要多多指教。 小护士有些激动地握了握我的手,然后害羞地跑了,应付完后,我连忙反身,进了老爷子的病房,靠在门上,全身都卸了力,大口呼吸着。 这个单间病房私密性极强,连窗户都封死了。 根本打不开,至于卫生间来通风,事不宜迟,我得先把老爷子的药给停了。 冯远说,每天都会给他输液,里面都是安神睡眠的功效,对现在的老爷子来说,就意味着慢性毒药,躺在病床上的老人,脸上毫无血色,就如同植物人一样,安静地沉睡着,几乎连呼吸都清不可闻, 学着护士的手法。 我走过去,轻轻将手背上的针头拔了下来,虽说是停止注射药物了,可老爷子一时半会儿还醒不过来,我只好继续按照计划,搬来移动病床,轻手轻脚地将老爷子挪过来。 准备好这一切后,我掏出手机,给秦轩发了条消息,一切就绪,那边回了一个OK的手势。 我接着便戴好口罩,面色坦然地打开房门,推着老爷子出了门,一路走到了电梯前,时不时用余光扫着周遭来往的人,忐忑不安地盯着上面的数字跳动。 终于等到了电梯,我赶忙,把病床推了进去,电梯门开关得极慢,每路过一个人,我的心都跟着一紧,就在我准备松下一口气的时候。 突然从广播里传出一阵响彻整栋医院的报警声,接着,一个机械女音说道,紧急通知,紧急通知,有不明人员混入医院当中,请各位保持警戒,立刻封锁医院。 随着这句话的落下,电梯门终于关上,我的心灯时凉了个头,双腿止不住地发软,转而逼迫自己冷静下来,秦轩的人就在停车场,下了电梯就能直接会合,在心里不断地自我安慰下,电梯下到了负一层,我陶冶式地冲了出去,一边飞速推着病床,另一边给秦轩拨电话,四周是死一般的寂静。 我全神贯注地听着话筒里的动静,额间都渗出几滴汗珠,孙飞,这儿,一阵车轮摩擦的急驰声,钻入耳膜,紧接着就听到了熟悉的声音,是秦轩,他带着人来了。 我像是看到了救星,帮着把病床上的老爷子送上了车后,我终于能歇息一下了,心脏突突地跳着,快要蹦出胸膛似的。 秦轩关好车门,对我说道,我们被发现了,得赶快走。 司机得了令,车速搜地一下飙了上去,几乎是飞着出了停车场,眼前顿时被照亮了,心脏也跟着复苏了一般,希望饮满了胸膛。 重见光明带来的喜悦还未消去,我就在后视镜里发现了不对劲,有辆跑车在我们后面穷追不舍,秦轩眯起眼睛,沉重地开口道,是周锋的车。 我们的速度当然不能和跑车相提并论,这车的车速已经飙到了最高,就这样我们之间的距离也在渐渐缩小,那辆张扬的橙色跑车在视野里变得越来越大,看得我们都是以究心,周锋的电话就在这时候打了进来,秦轩,本事大了,还敢从我这里偷人。 脸题中传来的声音,脆了冰一般寒冷,正是周锋的,气氛顿时僵致住,心都提到了嗓子眼,秦轩咬着唇,顶着压力一字一顿道,周锋,都是你逼我的。 电话那边传来一声痴笑,不屑地撂下话来,秦轩,现在停车,我还能饶你们一命。 他决然地扔下一句话,不可能,说完就率先挂了电话。 车内的氛围,因为这通电话,而变得一片死气,有人打破了沉默,底气不足地问道,小姐,不会真出事吧。 秦轩眉宇间,萦绕着散不去的愁绪,稳住大家的情绪,去临时,甩掉他们。 眼看着跑车就追在屁股后面,手下人按捺不住地开口,小姐,越追越紧了。 秦轩,秦轩烦躁地心头火气,正要骂过去的时候,一个微小的声音突然冒了出来。 轩轩,她的表情顿时僵在了脸上,不可置信地回过头去,这声音,竟然是从秦老爷子的口中发出的。 秦轩愣愣,能有一分钟那么久,紧接着扑了过去,坐在老爷子身边,眼泪就掉了下来。 爸,你醒了。 老爷子浑浊地眼珠一扫四周,一句话从喉头滚了滚,费力地说出都发生了什么。 秦轩一抹眼泪,将周峰干的这些事全部讲了出来,听得老爷子脸色愈发深沉,不知天高地厚的东西。 老爷子垂了垂并床,硬生生自己撑坐了起来,问秦轩要来了他的手机,摁下一个号码后,很快接通。 老杨,一时半会跟你说不清,现在派点人手在高速口堵着。 一连拨了几通电话,扯着破罗嗓子吩咐下去,整车人的心,这才闲闲放回了原地。 就在这时,鸣笛声从后面传来,示威一样响个不停,老爷子气得不清,忍不住骂道。 还真以为谁都治不了他的事吧,秦轩给老爷子俯着不断起伏的胸口,让他消消气,他也蹦跋不了多久了。 老爷子的关系还适应,没过多久,跑车的鸣笛声就被警笛声代替了。 两排警车从四面八方包抄过来,正是浩浩荡荡的,周峰的车被逼得只得停下,穿着警察制服的人下车。 将车里的周峰考着手带了出来,看到他被压制出来后,悬了这么久的心,终于能放下了,摇摇望着他的身影,我心里那道砍,终于能踏过去了。 秦轩成功揭发了周峰干的那些事,法院向他提出了公诉,恕罪并罚,看来判个几十年是没问题了,而曾经背叛过我的苏柔,见周峰大势已去, 只能灰溜溜溜地回来找我,看着哭得离花带雨的苏柔,我心里却已经激不起任何波澜了,我不爱你了,苏柔,离婚吧。 可能也是愧对于我,苏柔不再坚持,同意了离婚。 念在我曾经也对不起过他,也算是和过去划上界线吧。 我选择了净身出户,在这段婚姻中,我们或多或少都有错,既然事情已经过去了,我也不想再追究什么,各退一步,就是最好的结局,我准备离开这里,换个城市生活。 我临走之前,我再去见了秦轩一面,他对我的帮助很是感激,给我打了一大笔钱,够我活两辈子了,秦轩的态度很坚决,硬是让我收下,替人办事,这是你应得的。 见他这般固执,我不收到还显得不够意思了,老爷子身体怎么样了? 电话那边的声音带上了几分愉悦轻松,好多了,每天都在医院调养着。 看到这边的一切尘埃落定了,我也能放心地离开,我准备走了,可能再也不回来了。 秦轩顿了顿,有些意外,思量之后,还是尊重我的决定,一路顺风。 这里承载了太多美好或者痛苦的回忆,这一别,可能就是永远,属于我的崭新生活,还在后头,七年前的一场车祸,让我的双眼失明。 因为此事,我失去了好不容易才烤上的铁饭碗,并只能选择从事盲人按摩来补贴家用,日子过得虽然苦,但好在我的妻子白姐从始至终都没有放弃我,就是最近白姐老是早出晚归。 不知道在忙些什么,或许是上仓可怜我,就在刚刚吃晚饭的时候我打了个喷嚏,而失明七年的双眼,就这么不可思议地恢复了光明,刚恢复光明的我,就迫不及待地给出门的白姐打去电话,想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她,等待片刻后电话接通,可不等我把我突然恢复光明的消息说出口, 就听到电话那边传来一道男声,谁呀?陌生的男声,嘈杂的背景音乐,以及那时不时传来的哄笑声,让原本喜悦的我瞬间警觉起来,我是白姐的老公,你是什么人? 谁知对方听到我的身份后,立马就挂断了电话,任凭我如何回播都无法接通,到了最后,对方甚至直接把手机给关机了。 到了这一步,哪怕是傻子,都看出这其中的不对劲,白姐这是怎么了?为什么她的手机会到一个陌生男人的手里? 虽说今天白姐出门前,告知自己要去参加一个派对,但具体的地点我并不清楚,心急如焚的同时,我却又什么都做不了,时间一分一秒流失, 但是,就在我犹豫要不要找自己的警察朋友帮忙的时候,咚咚咚的敲门声引起了我的注意。 当我打开大门的时候,发现门外躺着一个衣衫不整且酒气熏天的女子,这名女子不是别人,正是我的妻子白姐,我东张西望并没有发现其他人的身影,似乎已经离开了。 我刚把白姐从地上抱起,就发现白姐身上的这件吊带裙格外的松散,就好似是被人暴力拉扯过,至于白姐腿上的黑色丝袜,更是有好几处出现破损,再加上之前自己打电话过去的时候,听到的哄哮声,我的心中顿时产生出不好的猜测。 难道,妻子出轨了,不放心地我将妻子放到床上后? 就决定检查检查妻子的身体,一套看下来,除了后肩上多了一个不知哪来的蝴蝶纹身外,并没有发现欢爱的痕迹,但种种线索,却无时无刻地提醒我。 我头上正戴着一顶绿油油的大帽子,为此我彻夜未眠,第二天妻子刚刚醒来,我就询问起妻子衣服丝袜损坏的事情。 昨天晚上,排队上我和我一个闺蜜喝多了,结果一个不小心就把衣服什么的给扯坏了。 老公,你一定饿坏了吧?我去给老公你煮碗面,白姐说吧,不给我回应的机会。 就跑去煮面了,面对白姐这含糊的解释,我虽然心存疑虑,但也不好再追究下去,只能是交代两句,以后喝酒的时候注意点,或许真的只是自己想多了呢,吃完妻子做的早餐。 我正准备将自己恢复光明的消息告知妻子,可刚到嘴边的话,却突然怎么也说不出口,只见妻子此时正降一见情趣一物,往自己的手提包塞去,或许是因为我失明的缘故,所以妻子并没有刻意躲着我。 老公,我今天要招待几个重要的客人,可能中午没空回来给你做饭,你自己想办法解决一下吧。 妻子交代了一句后,就穿着清凉地出了门,看到这里,我已经没法再自欺欺人下去了,谁招待客人会带上这种东西,毫无疑问,我的妻子白姐出轨了。 我从未想过,和我相伴多年的妻子,居然有这么不为人知的一面,如果一切都能重来的话,我希望我能会这么一直瞎下去,但如今,事情已经发生,注定已经无法回头,或许这一次突然恢复光明,就是因为连老天爷都看不下去了吧,那么接下来,我该怎么对待我这已经出轨的妻子呢?离婚吗? 可我的手上并没有任何的证可以去证明。 白姐已经出轨了,但很快,我就想到了刚出门没多久的妻子。 于是,我不再耽误功夫,披上外套就出了门,小心翼翼地跟在白姐的身后,今天的白姐穿着一件单薄的蕾丝连衣裙,仿佛只需一阵微风,就能轻易地将白姐的裙摆给吹起。 V字领口恰到好处地露出她胸前雪白,血嫩的皮肤若隐若现,让人想要忍不住去触碰,恰巧此时刮起一阵微风。 而这也让我发现,妻子群下的部分,此时正处于真空状态。 种种发现让我更加确信,妻子绝对是去做不可告人的活计,虽然异常气氛,但没有确凿证据的我,也只能选择暂且隐忍。 一路尾随白姐的我,来到市里,一处废弃厂房,妻子和厂房外的保安交流着什么。 虽然因为距离的缘故,我并没有听清他们之间的对话,但从那名保安脸上还流露出下流的表情,我那还不知道妻子做了什么。 看着妻子居然如此风流,躲在远处击脚嘎啦的我双拳紧握,指甲深深嵌入肉里,就连抓破手掌所带来的疼痛,都没能缓解我心中的愤怒。 再之后我趁着门口保安一个不注意,顺势就溜进了厂里,刚进厂,我就先被停放在一旁的数辆豪车给来了一个下马威。 白姐啊白姐,你这找下家的本事还真不赖啊。 哈哈,你输了,快拖。 厂里突然传出的欢呼声,将我拉回现实,我顺着声音来到一间房间外,透过窗户的玻璃,我看清了房间里的情况,房间内只有一男一女两个人,他们似乎在玩猜拳游戏,输掉的一方,要拖下自己身上的玻璃。 一件衣物,面对四十多岁的男子,那名年纪二十多岁的女孩,非但没有表现出不情愿,反而还十分明显地故意输给男人,很显然,她和我的妻子一样,也是来这里寻找下家的。 在之后,我转身去厂房的其他地方寻找妻子的身影,现在的我只想快速收集妻子出轨的证据,然后彻底结束这段感情。 没多一会我就在厂里的一个偏僻小房间找到了白杰,以及好几个身形不一的中年男子,只见白杰只身一人站在房间中央,而那些中年男子则是围坐在白杰周围,还没等我从这惊人场面缓过神来,就见白杰跪趴在椅子上。 而那几名男子则是迅速排好队,他们每一个都对摔妻子指指点点,并发出各种哄笑,在周围男人的欢呼声中。 妻子立刻就仰起了头,露出那干娇百昧的漂亮脸庞,惹得那些男人又是一阵哄笑站在房间外的我,此时正难以置信地看着房间里发生的一切。 我知道白杰已经出轨了,所以在来之前就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,可令我万万没有想到的是,白杰居然已经堕落到这种地步了,有些接受不了如此和谐一目的我。 打算那手机录下出轨证据就离开着,可直到我把全身上下的口袋都掏了一遍后,也没找到手机,直到这一刻我才想起来。 自从七年前,医生判定我的失明没有恢复希望后,我就索性把手机丢到抽屉里锁起来了,错失良机的我,愤恨地一拳打在了房间大门上。 一声沉闷的巨响,不仅吸引来房间内玩得正上头的几人,也引来在场内巡逻的保安人员。 不过好在,我反应迅速,赶在他们发现之前,就溜出了那个用来做龌龊生意的场子。 离开后,我立马回家取出锁起来的手机,不过我并没有返回之前的场子。 之前那一拳已经是打草惊蛇,现在场子里的那些人已经是惊弓之鸟,回去收集出轨证据,风险太大了。 白姐,你最好别再露出马脚来。 中午的时候,白姐果然和说好的一样没有回来,想想也是一个人应对那么多人,那还有精力吃饭,我苦笑着摇了摇头,正打算去给自己煮碗面吃的时候。 那刚被拿出来的手机,却是突然传来叮叮叮的电话铃声,我拿起手机那么一瞧,发现是自己妻子打来的。 原本我是打算直接一挂了枝,可以想到证据还没到手,也只能是强压下心中情绪,并按下接听键,老公,是,是我。 虽然白姐极力控制自己的语气,但全神贯注的,我还是听出了隐约传来的英鸣声。 嗯,小姐你是不是不舒服,怎么声音听起来怪怪的? 怎么会,肯定是老公你听,听错了,嗯,白姐虽然用手死死捂住自己的嘴,但那声声音并没有逃过我的耳朵。 老公,我,我这还得回去招待客人,就先挂,挂了,意识到自己失态的白姐,在随便扯了个借口后,不等我回应,就果断把电话给挂了。 听着电话传来的嘟嘟声,我面无表情地放下手机,当天晚上,白姐依旧没有回来,我却不再像之前那般苦苦等待。 吃完晚饭后,直接倒头就睡,第二天清晨,等我醒来的时候,发现外出招待客人的妻子,不知什么时候也回来了。 此时正躺在我的身边,或许是昨天招待客人的缘故。 此时的妻子依旧在熟睡,我厌恶地将熟睡的妻子往旁边推了推。 而正是这么一推,将原本藏在妻子身下的手机给暴露出来,看着妻子的手机,直觉告诉我,这手机里头肯定有妻子出轨的证据。 我迅速拿起妻子的手机,并顺利解开屏锁,一通翻找后,我找到一个名为狂欢派对的软件。 特别是那放荡不羁的图标,使我更加肯定这里吧,会有妻子出轨的证据。 我点开这个软件,发现这是一个社交类型的软件,只不过和正常的社交软件不同的是,这里聊的都是那些肮脏的皮肉生意。 我找到妻子在这个软件的好友列表。 发现一个名为邱总的家伙,被妻子给设置成置顶,我点进两人的聊天记录,不出意外,两人的聊天内容都是那些肮脏的皮肉生意。 明天的任务是去给我的一个合作伙伴充当慰问品,奖励是最新款的香腊包包。 好的主人,保证完成任务,么么哒,我强忍着恶心,看完了妻子和这个邱总的聊天记录,从聊天记录,我推测这个邱总似乎是这一切的幕后策划者,之后我又在这个软件找到一个所谓的姐妹群,让我惊讶的是这个群聊的人数。 达到了恐怖的三百多人,我瞬间意识到,现在已经不是妻子背着丈夫出轨,这么一个简单的事件,在出轨的背后很可能藏着一个大型的卖音团伙。 就在我打算拿自己的手机,将这些证据都拍下来的时候,妻子翻了个身,似乎要醒了,来不及录下证据的,我只能迅速将这个软件通过妻子的手机发给我,并删掉有关记录。 做完这些,我迅速将妻子的手机放回原位,而妻子也迷迷糊糊地醒了,妻子看了眼自己的手机后,就换起了衣服,看样子似乎是要出门。 换好衣服后,妻子就轻手轻脚地离开了家,直至妻子离开好一会,我才从床上重新做起,我看着刚刚搞到的软件安装包,然后果断进行安装。 安装完毕后,我在APP上搜索起妻子的ID,不出意外,妻子头像的用户随之出现,而且在妻子昵称的后边,还挂着一个白金的贵人牌子。 点进去后还要一个自我介绍的视频,只不过,视频需要会员才能查看。 奔着宁找错不放过线索的决心,我果断花一百买了一个月的会员,然后点进了妻子自我介绍的视频。 大家好,我是主人第三百个忠诚的奴隶白姐,以后我会努力地满足主人交代的任务,还请大家多多关照。 视频里面,妻子穿着一件布料少的可怜的裙子,并面带微笑地做着自我介绍。 同时,妻子还不忘摆出各种姿态,使得那原本就若隐若现的雪白变得更加诱人。 再加上,妻子那本就性感的身材,曼妙的曲线,美丽精致的容颜。 看完整个视频,我只感觉气血直冲天灵盖,一阵晕眩袭来,联想起昨天在场子里看到的那一幕。 此时我的脑海里全是不堪的画面,或是老婆坐在椅子上,被那些男人一双双贪婪的眼神盯着, 或者是那些男人迫不及待对妻子伸出罪恶的双手。 这一刻,我只觉得胸口处传来一阵恶心。 有些受不了的我往下那么一滑,可结果我却看到了类似服务评价的内容。 王某某,白杰是我在恐欢派对里最喜欢的妹子没有之一,特别是她的赵某某。 白杰的身材很好,各方方面都很好,体验一次绝对终身难忘。 听说她有一个瞎了眼的丈夫,如果能当着她丈夫过了好一会,我才从恶心的感觉缓过来。 我立马用手机自带的录像功能,将妻子自我介绍的视频,以及拿出所谓的服务评价给录下,当作妻子出轨的证据。 不过我并未就此停止,收集妻子出轨的证据,只是第一步,捣毁这个害人不浅的麦印集团,才是最终目的。 正所谓秦贼先秦王,那个给自己妻子下达任务的邱总十有八九,就是这个麦印集团的幕后老板。 我尝试搜索邱总的ID,虽然成功找到了邱总,但却无法主动添加对方好友。 事后我又尝试添加自己的妻子,希望从妻子那寻求突破口,可得到的结果,却是依旧无法主动添加好友。 就在我思索该怎么接近这个邱总的时候,软件里一个叫王哥的家伙主动给我发了条消息。 兄弟,只看看视频多没意思,你这话什么意思?你难道就不想亲自试试这些妹子的深浅? 直觉告诉我,这个强哥很可能就是我接近这个麦印犯罪集团的突破口,于是我便顺着强哥的意思发了条抱怨的消息,这谁不想,但兄弟,我这不是苦于找不到渠道吗? 紧接着,这个强哥就发了几张图片过来,我点开一看,发现这些图片的主要内容,就是一个男子和各种妹子雨水之欢,而图片中的男子十有八九,就是这个强哥。 而这也印证了我的猜测,于是我立马谦卑地发了条消息,强哥,你一定有渠道对吧,给兄弟我介绍下呗。 兄弟,不是强哥我不帮你,实在是事情不太好办啊。 每天想玩玩的人多了去,总不能每个人叫我一声强哥,我就放你们进去吧。 增多粥少的道理,你应该懂吧。 看到这,我哪里还不知道这个强哥的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,当即我就假装紧张,并请求对方给自己纸条路想个法子。 他顿时就以为我上钩了,便说出自己的最终目的。 其实这件事说好办也好办,你给我发个红包,我帮你打点打点,说不定就能拉你进群。 我顺时添加他的微信,并给了五百块,当作打点费,期间,我表现得就像一个设施卫生的青年人,又害怕又带着期待。 而这个强哥,在收下我给的五百块后,还真就把我拉进了一个上千人的群聊中,我看了眼群成员,发现这个群正是邱总搭建的,欢迎新人进场。 我们派对大家停,又填新成员了,欢迎欢迎。 我随便发了条消息敷衍后,就直接潜水,希望能收集到有用的线索,功夫不负有心人,在我蹲了大半天后,群聊的群主邱总发了一条消息。 五天后,便是狂欢派对成立两周年纪念日,为了庆祝这一天的到来,我决定五天后在XXX举办邮轮庆典,并选择部分人员参加庆典,届时我会带上部分优秀的狗狗前往。 消息的末尾,还附上一张参加狂欢派对二周年庆典的人员ID清单,消息已经发出,立马就被刷了平,除去大部分与庆典无缘人士的抱怨外,剩下大部分都在讨论庆典当天邱总会带哪些妹子去,不出意外,呼声最高的就是我那要身材有身材,要脸蛋有脸蛋的妻子白姐。 于是乎,我的妻子白姐就顺利地成了了参加庆典的人员之一,不过我看了眼名单,发现上边并没有我账号的ID,这个邱总好不容易要露面,我必须抓住这个机会才行。 于是乎,我想到了拉我进群的强哥,强哥你就帮我这个忙呗,我是真的很想去参加这个庆典。 别,吃不准的事情我可不接,拿人手软吃人嘴胆的道理哥还是明白的,我就是一个赚点门票的小人物,邱总安排的事情我哪能说改就改,我哪还听不出这个强哥的话外之音。 当即我就用微信给强哥发去一千元的转账,没多一会,我发出的一千转账就被强哥收去,我本以为这件事就这么搞定了,可谁知强哥却并不买账。 兄弟你这一千块是打算办哪个妹子啊? 哥我虽然没法子带你上船,但给你安排个漂亮妹子还是不在话下的。 强哥抓住我没说明请求这一点,顺理成章地吞下了这一千块钱。 见强哥如此不讲理,我一时间被弃得不轻,但为了捣毁这个邪恶的麦印组织,我还是强压心中怒火。 强哥,我第一次玩这个没什么经验,麻烦强哥帮我调个妹子,顺便再见个面,小弟我想当面谢谢强哥。 无力不起早的强哥看到还有好处后,二话没说就爽快答应。 好说好说,兄弟明天下午三点来Triple X旅馆505房间。 第二天下午三点,我来到和强哥约定好的旅馆房间外,我刚翘两下,就见旅馆房间打开一条缝,下一秒,一只手把我给拉进了房间。 房间内有着一男一女,男的长得异常猥琐,女的则是穿着极其暴露的衣服,在那不停地给我泡着媚眼。 强哥?嗯,没想到兄弟你长得还挺俊的,这妹子今天归你了,为了安排你的事情,我可费了好大的功夫。 强哥说着,还不忘伸出手指头,当着我的面搓来搓去。 我拿出手机,屏幕上显示着通话中,小杰,你听到了吧?上来抓人吧?收到,我们马上就到。 没多一会,十数名便一警察,便冲进505房间,将还没反应过来的强哥和那名穿着暴露的女孩给控制起来,今天对亏你的好兄弟,回头请你喝酒。 王杰走上前向我道谢,王杰是我的发小,而更重要的是,王杰还是本市的警察局支队长,在昨天和强哥约好地点后,我就给王杰打去电话,说到底,我就算个平民老百姓,凭借一己之力捣毁麦印集团什么的。 不是一想天开,就是不想活了,电话接通后,我就把发现白杰出轨,以及后来发现背后大型卖印集团经过,全数告知给王杰,也正是这样,才有了今天抓捕强哥的行动。 张哥不瞒你说,其实我们已经盯这个麦印团伙有个把月了,证据什么的也都掌握得差不多。 但这伙人的老大邱总行踪飘忽不定,我们害怕一旦扑空,就会打草惊蛇,也就迟迟没有收网。 不过如果一切都和张哥你说的一样的话,那狂欢派对二周年庆典举办之时,就是这伙麦印集团落网之日。 那小杰,你需要我做些什么? 张哥,你只需要戴上微型摄像头。 去游艇上,帮我确定麦印集团的幕后老板邱总有没有出现在游艇上就足够了,剩下的事情交给我们警方来处理,没问题。 小心翼翼收起微型摄像头的我,无视强哥,走向那名被控制起来的妹子,你能告诉我为什么吗? 什么? 妹子一脸恐惧地看向我,为什么要做这种肮脏的活计? 妹子犹豫了一下,最终还是开口解释道,我家一直都很穷,我一直坚信读书能改变命运,可等我从名校毕业投入工作的时候,我发现我依旧穷困潦倒,再怎么努力工作升职加薪的速度,也赶不上那些用身体换取前途的人。 在之后,我认识了主人,主人会定期给我们发布任务,虽然都是些肮脏的任务,但只要完成任务,就可以获得一笔高额的酬金,而酬金的数额,是我们这些打工人打一辈子都不一定能赚到的。 就为了钱,不然呢,人这一辈子,奋斗来奋斗去,不就是为了钱吗? 我没想到,他居然能如此轻松地说出这样的话来,仿佛是在说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,而这也更加坚定了,我捣毁幕后那骇人不浅脉阴集团的决心。 再然后我又找到强哥,没等我开口,强哥就一个劲地求饶,兄弟,我其实也是被逼无奈啊,求你跟警官求求请。 我挑了挑眉,你是不是被逼无奈我不清楚,你会被判多少年,我也不清楚,但我这有一个减刑的机会,就是不知道你要不要了。 强哥一听这话,立马激动地大喊,我要,我要。 我满意一笑,缓缓开口,过几天,不是要举办狂欢派对二周年庆典吗?到时候你把我带上船,带你上船。 大兄弟,这可怕不妥吧,要是让邱总知道了,我恐怕得吃不了兜着走。 强哥面露难色,见此情形,我则是故作无所谓地站起身道,这样啊,那行, 我去找找其他人带我上船,你不要戴罪立功的机会,可有的是人要。 在我欲擒故纵的策略下,原本还犹豫不决的强哥,在一番犹豫后还是松了口, 别,兄弟,我可以带你去参加二周年庆典,用不着再去找其他人。 转眼间就到了狂欢派对二周年庆典的日子,即将进入狼窝的我说,不紧张,那是假的。 我拿出王杰给的微型摄像头,并将其小心翼翼地安在衣领处。 摄像头所拍摄的画面会同步给王杰那边,只要我这边发现邱总的踪影。 王杰那边就会立即实时收网,调整好心态后,我便跟着强哥一起前往,在强哥带领下,我来到一辆停放在路边的豪车,车上还坐着几个面色不善的家伙,强哥,这人谁啊? 闭上你的嘴,哥的事情少打听。 强哥冷冷地瞪了那人一眼,那人被这么一瞪后,也没有再为难我,直接就让我一起上了车。 十几分钟后,我跟着强哥成功登上这艘举办二周年庆典的游艇,此时游艇上已经聚集了许多人。 当他们看到我这个心面孔后,都警惕地看向我。 但好在强哥在这个组织有些地位,那些家伙也就只是警惕地看着我,此时派对已然开始,所有人都在尽情地狂欢一圈找下来,我很快就注意到被一群面色痴态男子围在中央的几名女子。 而这几名女子,此时正四肢跪地地趴在一名身材健硕的男子面前。 难道这就是麦英集团的幕后老板邱总? 或许是我一直盯着的缘故,邱总也看向站在人群中的我,你是什么人? 随着邱总一声大喝,在场所有人立马停止欢呼,转而纷纷看向人群中的我。 我,我是被上百双眼睛同时盯上的我,紧张地咽了咽口水,就连说话都有些不利索,老公。 跪地的白杰看到人群中的我格外的惊讶,显然是不明白我一个瞎子是怎么找到这来的。 邱总看向白杰,白杰殷勤地走上前说道,主人,这是我的丈夫,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,明明他已经下了好几年。 邱总却是没好气地冷哼一声,吓死。 我看不见得吧,难道安保人员是吃干饭的?连身份都不核对,就把人给放进来。 下一秒,我就被周围的几名男子给死死按住,还有一人更是当场对我进行搜身,紧接着,带我上游艇的强哥也被人五花大绑地带了上来。 老大,老大,调查清楚了,是强子把人带上来的。 老大,我实在是无可奈何,才把他带上船的啊,不然我是万万不敢把他带上船啊,饶命啊老大。 强哥这个软骨头,一看到邱总立马就把什么都给吐了出来,不必求饶,下辈子住一点就好。 来啊,把他剁了,丢海里喂鱼。 丘总挥了挥手,立马就有几人把强哥拖下去处决,被人按在一旁的我,此时已经是满身冷汗,不出意外,我藏在一领处的微型摄像被那人找到。 并被那人当场销毁,丘总面色阴沉地走到我的面前,说说吧,你有什么疑言? 气氛剑拔弩张,外加这游艇里里外外都是他们的人,我自知没法脱身也不再废话,行,我问问你们,你们干这种行当真的不会觉得良心不安吗? 靠着这种肮脏的皮肉交易挣来的钱,你们就不觉得恶心吗? 你们逼良为娼,难道心里就一点都不内疚吗? 听到这里,丘总终于忍不住地笑出声来,这真是我听过最好笑的笑话。 来啊,让我们这位朋友好好地认清现实。 转眼间,几个大汉纷纷将我围住,拳头雨点般落了下来,我根本没有还击之力,我唯一能做的就是双手抱头拳缩成一团,尽量将要害部位死死护住,丘总见到后却是不懈地轻哼道,没看出来还是个硬骨头,可骨头硬能顶什么用? 在如今这个大环境没有钱,你连屁都不是。 拳脚持续犹如雨点般落到我的身上,我只能咬紧牙关,靠着坚定的毅力坚持下去,事后见这招对我没用,丘总又让人拿出一包包的食用盐,并将它们均匀地抹在我的伤口上。 啊,不是挺能抗的吗? 接着抗啊。 丘总大手一挥,几人继续给我的伤口抹着食盐,此时的我精神状态已经达到极限,眼前也是模糊一片,仿佛整个人随时都有可能倒下。 如果再这么折磨下去,我能不能活着都不好说,接连几次的戏弄之后,我感受到呼吸越来越缓慢,就连意识也开始变得模糊起来,意识消散的最后时刻。 我隐约听到了一声巨响,紧接着几个模糊的字眼钻进我的耳膜,警察通通都不许动。 等我恢复意识的时候,已经是在医院的病床上了,王杰的及时收网,成功将徘徊在鬼门关前的《我再给救了回来》。 而麦英犯罪集团首领邱总,也被当场抓获,至于我的妻子白杰,也没能逃过法律的制裁。 我出院之后,也是立马就和白杰办理了离婚手续,我望着白杰被警察带走的背影,目光冷漠,就像看着一个陌生人。 我不知道他为什么会沦落到这般田地,白杰人既聪明又漂亮,工作之后更是一路畅通无阻。 他的人生可以说是堪称完美,难道就因为他的生活太完美了? 所以,他才想尝试一下被人踩在脚下的滋味,我迷茫了,我觉得我有点理解白杰的行为了,虽然我和他是夫妻,但自从七年前我失去了光明后,我就从未关心过他的内心世界, 我以为像他那么坚强高傲的女人,是不太喜欢别人窥探他的内心的。 这些年,我们虽然相敬如宾,但除了知道我爱他,他爱我之外,我真的不知道他心里在想什么,或许在他的眼里,前提却很重要。 哪怕需要为此,出卖自己的肉体,也在所不惜,我轻叹一口气,以后的日子,我要自己走了。 罗剑夜开了一家火锅店,最近天气渐凉,来吃火锅的人越来越多。 听说过两天会有寒潮,这对他来说,可是个好消息,罗剑夜早已忍不住开始想象,那宾客骑马。 到处阴晕浓乡雾气的场景了,在内处巡视检查了一圈,罗剑夜腹内的蝉虫蠢蠢欲动,他要给妻子打个电话,问问他晚上吃什么。 一拿出手机,妻子周仪的电话,恰巧打了过来,喂,老公不好了,小鱼丢了。 罗剑夜和周仪结婚四年,生了个儿子,名叫罗玉,今年三岁半,才刚上幼儿园。 周仪说他今天照常去幼儿园接孩子,结果没见到人,老师说是被孩子奶奶接走了,周仪一听就急了。 孩子根本没有奶奶,罗剑夜的母亲早几年前就已经去世了,我现在在警察局,已经报了警,你赶紧过来。 罗剑夜反应了几秒钟,然后扔下电话往那儿赶,一路上差点闯了两个红灯,儿童失踪是紧急案件,尤其是像这样涉嫌拐卖的案子。 警方很快调取了幼儿园门口的监控录像,画面中显示出一个上了年纪的女性,怀里抱着失踪的小鱼,从幼儿园出来后,匆匆上了一辆停在路边的面包车,之后便扬长而去。 这一切发生得很快,前后不到一分钟,很明显是早有预谋,周一看着监控上的画面,再看看时间,跟她去接孩子的时间相差,不过十分钟,几乎就是前后脚。 这让她越发抓狂和懊悔,不过幸运的是,监控视频拍到了那个女人的正面,警方运用技术手段,截取了面部画面,并且放大,做了清晰处理。 当那个女人的相貌,清清楚楚显现在屏幕上时,周一倒吸了一口凉气,跌坐在椅子上,事发第二天,熬过了一个黄黄的夜晚后,两人的状态都不是很好,上班是没心思了,周一请了假去公安局里等消息,罗建业收拾一番,去店里交代工作。 这段时间,她顾不上生意,打算暂时让店经理小周照看着点,小周听说了她孩子的事。 任何言语安慰都苍外无力,她拍着胸脯,保证自己会好好管理生意,让罗建业安心地去找孩子,哥,你放心吧,这里有我呢。 绝对不耽误生意,孩子的事,你也别太着急,有警察呢,现在侦查技术那么厉害,那人贩子肯定跑不了。 罗建业点点头,现在警方已经掌握了很多关于女人和那辆面包车的线索,他相信孩子一定会找回来的。 中午的时候,罗建业就接到了警方的电话,不过不是因为孩子,而是因为周怡,他被人给打了。 罗建业急匆匆赶到医院,看见周怡头上裹着纱布,嘴角还有鱼青,整个人狼狈得很,照顾他的女警官说, 他们是在红堂村的村口,发现周怡的,我们找到了监控里的那个女人,她叫王凤丽,是红堂村的村民,今天本来是去了解情况的,结果一进村口就发现周女士倒在路边,还受了伤,我们就赶紧把她送来了医院。 医生来给周怡做过检查,身上只是一些磕碰出来的皮外伤,头部遭受过顿气击打,可能会严重一些,最好再做个详细的检查, 鉴于周怡现在的身体状况,女警官让她先好好休息,等精神好一些了,再到局里补露口供,孩子的事你们也别担心,我回局里看看,有消息就通知你们。 警察走后,周怡从病床上坐起来,他知道罗建业现在肯定有一肚子的话想问,问他为什么会出现在红堂村,又为什么会受伤,建业,我知道你想问什么,我现在就告诉你,我全都告诉你。 抱走小玉的女人我认识,我也知道她为什么要抱走小玉。 周怡也是红堂村人,跟王凤丽不仅是同乡,还差点成了她的儿媳妇,红堂村是个偏僻的小村子,当年的打工潮带走了大批的青壮男女,周怡的父亲在她很小的时候就外出工作, 头几年还会给家里寄钱,后来渐渐没了生息,村子里都传言说她在外面挣了钱,跟别的女人结婚成了家。 周怡的母亲在留言中挣扎了两年,她们花光了所有的积蓄,手头的针线灵活又难以维持生计,终于。 在一个寻常静谧的夜晚,周母把小周怡托付给了邻居王凤丽,只身离开村子,自此石头大海。 王凤丽对外宣称,她收了周怡当养女,可说是养女,其实别人心里都明白,那是给她那败家儿子找的童养席。 王凤丽的儿子林大成是个不学无数的二流子,既不好好上学,也不打工赚钱,整天靠着她那工伤身亡老爹的赔偿金,在村头村尾闲逛,时不时跟着几个狐朋狗友进城找乐子。 王凤丽知道自己儿子的德性,每次给她的钱都不多,确保她在外头挥霍完了,就能乖乖回家。 但这终归不是长久之计。 王凤丽就想着给儿子找个媳妇,说不定能帮着她管管林大成,即便是管不了,至少先生的孩子把传宗接代的事给了了,赶巧那天周怡的母亲找上门来,想借钱出城,她就打起了小周怡的主意,说钱不是问题,只要她把女儿留下来就成, 你这一走,估计就不会再回来了,大家都是女人,我懂。 妹子,你还年轻,以后的路还长着,处处带这个姑娘不方便,反正以后她都是要嫁人的,不如就把孩子托付给我,我保证一定不会亏待她的。 就这么,周怡住进了王凤丽家里,成了她名面上的女儿,周怡那时候年纪不大,却也听得出别人话里话外的意思,她知道自己是来给林大成当媳妇的,不过好在,她并不讨厌林大成。 他们是多年的邻居,可以说是一起长大的玩伴,林大成虽然混,可她不是什么十恶不赦的坏人,记得小时候,周怡还骑在她脖子上去逛集会,过年的时候,跟在她身后放过鞭炮,所以从情义上说,她并不抗拒这件事。 而林大成呢,在得知她妈要让周怡给她当媳妇之后,她像是找到了新的乐趣,不再一心想着往外跑,反而每天陪着周怡上下学,学校里管得不严,她就在周怡班上自己找了个位置,一天到晚黏着她,嬉皮笑脸,插嗑打混,简直称得上是阴魂不散,时间一长,村里上下都知道他们的关系。 王凤丽这个口中的女儿,渐渐就变成了儿媳妇,这在红堂村并不是什么稀罕事,对于当时的周怡来说,她甚至觉得自己是幸运的,林大成对她很好,他们商量着要结婚,林大成承诺要给她更好的生活,为此她托亲戚在城郊的一个汽修厂找了份工作。 离家不远,薪水也还可以,王凤丽见儿子准备踏实上见,心里当然是高兴,同时她也满意周怡这个儿媳妇,寻思着早点把两人的婚事给定下来。 小姨啊,你也长大了,是时候跟大成要个孩子了。 要是运气好,能一下生个男孩,等明年开春,你俩就能办喜事了。 这是红堂村的习俗,凤子成婚,男女双方只有先生了孩子才能结婚,还必须是男孩,这既是为了保证嫁过来的媳妇有生育能力,能够传宗接代,又是防止有人骗婚。 拿了彩礼却不见人,外人很难想象,在当今这个时代,居然还有地方留存着如此的封建陋习,但在红堂村,这是每个村民都心照不宣的事,周怡也不例外,年底的时候,他生下了一个女儿。 取名兰兰,林大成挺高兴,抱着女儿左看右看,稀罕得不行,王凤丽看着却不大乐意,念叨着说,看来这婚事又要往后拖了,周怡听见了,心里一时有些失落,但很快又被女儿的甜美的睡颜置语了。 他觉得,现在这样也挺好,林大成真心实意对他,又有了这么一个可爱的女儿,结婚的事情先放一放也不要紧,日子就这么过了大半年,王凤丽总是催着周怡再生一个,周怡也总是糊弄着点点头,平时还是一心扑在女儿身上,婆媳关系稍有些微妙,但面子上还过得去。 倒是林大成最近经常不着家,说是厂子里工作忙,要熬通宵,住在那图个方便,周怡隐隐觉得不安,直到几天后,家里突然来了一帮人,张口就要二十万,他才知道林大成根本不是忙工作,而是在外面赌钱,手里的钱输光了,就去借高利贷,到期又还不上,连本贷里滚了好几番。 要钱的人去汽修厂赌他,没见到人,就找来他家里,王凤丽也明白,儿子闯了祸,可之前那笔赔偿金早就花得差不多,这两年一直是靠林大成的工钱贴补家用,这会儿要他拿出二十万。 那还不如直接拿走他这条老命,这个我们不管,反正就三天时间,还不上钱,就把你儿子交出来,二十万,一条胳膊一条腿,你们自己看着办。 三天时间要凑齐二十万,这对王凤丽来说根本不可能,村里的亲戚借了个遍,也只凑到两万块,他们去汽修厂借,那的老板是王凤丽的表直。 可对方却说林大成之前已经在他那里借过一笔钱,到现在都没还,人还不见了,他都不知道该向谁去要,我这是个糊口的生意,家里有老婆孩子要养,厂里工人要发工资,实在没有钱再借给你们了。 眼看期限要到了,王凤丽手里的钱杯水车薪,也不能真把儿子搭进去,他想来想去,眼下只有那一个办法,王凤丽让周一进城,去找一个远方亲戚,是他一个堂姐的女儿,开了家美容院,听说这几年生意做得不错,虽说好久没来往了,但毕竟是亲戚,总能接济接济,你去了多在他那里磨一磨, 尽量多借点吧。周一连忙按照地址找过去,他要找的人叫唐英,对方知道了他的来历和缘由,二话没说,就带着周一去银行,一下子提了十万块,要命的是,我不能见死不救,就急如救火。 再说,咱们是亲戚,我也不怕你跑了,以后赚了钱再还我就是。唐英大方爽快,解了燃眉之急,周一心里十分感激。 多次谢过他之后,便急忙拿着钱往回赶,加上之前东拼西凑借来的那些,总共是十五万,还差五万,周一打算回去,跟王凤丽商量一下,问问那些人能不能再宽限几天。 他回到家,发现王凤丽和女儿都不在,正觉得奇怪,转头就看到王凤丽乐呵呵地进门,手里还拿着一个蓝色的棉布袋,哎呀,这下好了,钱凑齐了。 王凤丽从布袋里掏出几打崭新的红票子,看着足有四五万,这么多钱,哪来的?周一左右张望,妈,蓝蓝哪。 蓝蓝,嗨,他呀,想服去了,你就别操心了。 王凤丽说他有个远房的亲戚,家里是做大生意的,条件好,那两口子有个儿子,风水先生说,他们最好再要个女儿,凑一个好字,有助于提高财运,可后来一直怀不上,就想着能抱一个回来,当自己家里的养。 王凤丽觉得蓝蓝正合适,而且对方有钱,还能解了眼前的麻烦,你,你把蓝蓝给卖了。 周一不可置信,什么叫卖了,多难听呀,要这么说,当年你妈还把你卖给我了呢。 王凤丽不理解,这是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,反正闺女早晚都是别人家的。 现在有那么好的人家肯接手,以后连嫁女儿的彩礼钱都省了,这要是换了别人,高兴还来不及呢,不这样,你就忍心看着大成被人卸胳膊卸腿呀。 你听我的,等这件事情来了,你跟大成赶紧再生一个,以后的日子还长着呢。 之后无论周一怎么问,王凤丽都不肯说出是谁收养了蓝蓝,林大成的债是还上了,可他并没有要回头的意思。 王凤丽在家安分了几天之后,固态赴盟,跟一群不务正业的小流氓混在一起,周一还没从失去女儿的痛苦中走出来。 王凤丽又把儿子的堕落归咎在他身上,说他要是能给林大成生个儿子,他就不会去赌钱,搞成现在这样。 丈夫,婆婆,孩子,在这三方带来的痛苦,压迫和愤恨中,周一撑不住了,和他的母亲一样,他简单打点行囊,在一个夜晚,悄悄离开了村子,周一在城市里举目无亲,唯一认识的人就是唐英。 唐英听周一说了前因后果,又是生气又是心疼,他让周一住在家里,还在自己的美容院给他安排了些灵活,你刚来,一切都得慢慢学,这活你先干着,钱虽然不多,但吃饭是足够了。 唐英还保证替他保守秘密。 不会让别人知道他在这儿,在经历了一番事情之后,周一的内心发生了变化,他见识了外面的世界。 明白自己,不能再像以前那样,埋着头过日子,听命于别人的安排,他要自己养活自己,按自己的想法去过日子,去主宰自己的人生。 遇上罗建业是一个新的开始,周一收到第一个月的工资时,约了唐英出去吃饭,既是庆祝,也是想谢他。 唐英说要带他去吃火锅,他有个朋友是开火锅店的,说不定还能介绍他们认识认识,罗建业是个传统意义上的好男人。 他谦逊,礼貌,有亲和力,年龄比周一大八岁,所以很会照顾人,他知道周一一定经历过某些不愉快的事。 但他从没问过,即便后来他们谈恋爱,结婚,有了孩子,对于周一不愿意提及的过往,他绝不逼问,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小秘密,我理解。 周一感激他的尊重和理解,但他心里还是充满愧疚,因为他的小秘密并不只有一个,在离开村子的两个月后,周一发现自己怀孕了,他急匆匆与过去诀别,没想到,居然神不知鬼不觉地带了个尾巴。 他很害怕,既不敢去医院,更不敢让别人知道,尤其是罗建业,那段时间他们的感情逐步升温,如果对方知道他怀了别人的孩子,一定会跟他分手,那么周一再一次燃起的希望就会落空了。 他绝对不想再经历一次,他要想个办法,瞒天过海,碰巧那天,罗建业约朋友一起去KTV唱歌,中途喝了很多酒,给他打电话的时候,已经连话都说不利索了。 周一带着他去酒店开的间房,把人扶到床上时,忽然寄从心来。 他睡在罗建业身边,让他误以为他们已经发生了关系,后来又把燕运棒拿给他,说自己怀孕了,其实周一真的很害怕,他怕罗建业会看出什么端倪,更害怕他不愿意负责,会跟他分手。 然而,罗建业只是沉默片刻,就当场下跪向周一求婚,说自己一定会一辈子对他好,对孩子好,周一的计划成功了,可他并不觉得轻松,孩子生下来。 他看着那张跟林大成无比相似的脸,内心更加坠坠不安,他隐隐有种预感,他的秘密很快就要暴露了,可是没想到,第一个发现秘密的人,竟然会是王丰丽。 王丰丽进城办事情,无意中看见抱着孩子的周一,他悄悄跟上去,越看越觉得那孩子的脸跟他儿子小时候一模一样,再加上那个孩子的年纪。 他确信那就是林大成的儿子,是他们家的亲孙子,原本他就对周一偷跑出去的行为,很是生气,又听说有人在城里见过他,说他跟别的男人结了婚,心里就更是窝火。 既然他知道那是他们林家的孩子,就绝不允许他流落在外,他要把他的孙子给夺回来,王丰丽把这是跟儿子一说, 两人一拍即合,马上开始计划该怎么把孩子偷回来,后来的事就跟监控里看到的差不多,王丰丽说自己是孩子的奶奶,哄遍小罗玉跟他回家,把他从幼儿园带出来。 林大成则早早地开车在路边等着,那天周一在监控里看清了王丰丽的脸,马上就明白了是怎么一回事。 他知道一旦警察找到王丰丽,他的过去,他隐藏多年的秘密就会暴露。 他辛苦建立了家庭,也会瞬间瓦解,所以他独自去找王丰丽,是想私下把这件事情解决,可对方并不理会他,看周一要来抢孩子,就拾起地上的铁锹赶他出去。 两人争斗起来,周一抵挡不过受了伤,心里又急又气又怕,一是撑不住,就倒在了路旁,事情就是这样,建业是我对不起你,可我是真的没有办法,我不想失去你,周一早知道会有这一天,但他不后悔,背负了这么多年的秘密,现在全都说出来,他反而松了一口气,我知道。 罗建业的反应出乎意料。 我早就知道,小玉不是我的儿子,你想不想知道是为什么?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小秘密,罗建业也不例外,我有不育症,生不了孩子的。 罗建业曾经有过一段失败的婚姻,他向前妻隐瞒了自己的病症,婚后多年没有要上孩子, 罗建业的母亲就觉得是儿媳妇有问题,因此给他吃了很多委屈,后来前妻发现了他的体检单,跟他大吵了一架,并提出离婚。 他们对外说是性格不合,背后的隐情谁都没告诉,就连罗建业的母亲也不知道,那天周一说他怀孕了。 罗建业舅舅明白他的打算,既然如此,他干脆也借此掩盖自己不能生育的事实,而且他妈盼着抱孙子,当时哄哄老人家也好,我们都隐瞒过彼此,现在又各自开诚布公,是不是就算扯平了? 罗建业有过前车之鉴,深知在婚姻中有秘密是大忌,但很多时候因为害怕,隐瞒是不得已,何况,他知道,怀揣着秘密生活是何等的煎熬和忐忑,像是走钢丝,各种滋味难以与外人倒。 他不怪周一欺瞒他,毕竟这些年,他们之间的感情是真的,他也不想因为以前的过错而影响未来的生活。 其实这么多年,我早把小玉当成自己的亲儿子,我们一家人不是一直很开心吗?等找回了孩子,我们还可以像以前一样,继续开心地生活下去。 周一震惊地说不出话,他正要细细品味这种失而复得的喜悦,却意外地接到了林大成的电话,林大成,我们能谈谈吗? 周一,以前的事我们就不说了,林大成显然没那个心思,你听着,我可以把儿子还给你,五十万,你给钱我就放人。 林大成根本不关心罗玉是不是他儿子,他之所以带走孩子,只是为了向周一敲一笔钱,这两年他丝毫没有长进,反而变本加厉,日日泡在赌场里,钱没了就去偷,去跟赌场里的大哥借。 到现在已经欠了几十万,要是还不上,他肯定会被那帮人给弄死,今天警察已经找过来了,妈被他们带走了,我得赶紧离开这儿,你快把钱准备好,今晚送到村口,要不然我就把你儿子卖了还账。 是赌城姓的林大成,早已失去了理智,他的脑子里,只剩下钱和赌,真要逼急了他,谁都不知道他会做出什么事,罗建业和周一一起到警局,把这件事告诉了警方,警方开始着手布控,让周一带着一包假币,去村口跟林大成见面,只要对方一出现。 就将其一举将其拿下,最终,林大成和王凤丽涉嫌绑架勒索,而被拘捕,小罗玉也平安回了家,那天晚上,周一睡了这几年里最踏实的一觉,他揭开了秘密,获得了谅解,不再需要遮掩躲藏,战战兢兢,他知道,无论以后发生什么,都有人会陪他一起面对,就是从那一刻开始。 周一的人生,才真正迎来了曙光,大家都说我找了一个好老婆,年轻漂亮身材好,虽然她比我大了六岁,但她保养得好,看上去似乎还要比我还小,老婆是个音乐老师,唱歌非常好听,也不知是天生的。 还是后天练出来的,而我,和她相比,就是一个天上,一个地下,我是一个普通的盲人按摩师,长相普通,家境就更普通了。 像我这样的人都能娶到她,那真是鲜花插在牛粪上了,大家对此格外嫉妒,风凉话不绝于耳,可我还是感到委屈,我承认我老婆很优秀,但是,她也给了我诺大的痛苦,让我觉得,上辈子一定是伤尽天良,才会派她来惩罚我。 我老婆叫白露,是我在按摩店上班时认识的,前几年,我刚从大学毕业,噩耗悄然而至,眼睛被检查出短暂性失明。 只能看见一米范围,还是很模糊的,为了治好眼睛,我跑了很多医院,最终无功而返,那时候,看不见的痛苦,使我想要自杀,在家人的哀劝中我挺了过来。 为了生计,我进了按摩院。 当了按摩师,在按摩店上了两个月,就遇到了白露,第一次给她按摩,我很紧张,有时候不小心还会碰到她的隐私部位,为此我战战兢兢,害怕她投诉,让我丢了工作,没想到她毫不生气,天天一笑和我说,你大胆按,姐不怕你吃豆腐。 随即她就把我的手,放在她的肚脐眼上,我知道她是和我开玩笑,但内心还是狂跳,不知道是因为激动还是紧张,她的皮肤很嫩滑,摸起来格外舒服,就这样给她按了快一小时。 我的手上全是汉,也许是她看我规矩。 就常常点我,还会介绍朋友找我服务,这样的关系有了一个多月,我们算是很熟悉了。 在这期间,我才得知,原来她是音乐老师,家里条件很好,在我的眼里,当老师是很光荣的职业,很优秀了。 一次,我们不知怎么,就聊到了个人问题上面,小刘,你有女朋友了吗? 被她突然的疑问,我脸都红了,但还是脸红着说道,哪里会有人喜欢我? 谁说的,我就喜欢你。 她的话在我耳边响了两久,我愣住了。 半晌,我才缓过来,向她说了我的故事。 最后说,我这样的人,不配得到别人的喜欢,没想到她是认真的。 后来她好几次和我说这个事情,在她的甜蜜公事下,我投降了,我们走到了一起。 她还说,让我好好学手艺,等我出师了,就投资开一个店。 她的话让我心里暖暖的,对生活有了新的动力。 我们恋爱才过两个月,她突然提出要结婚。 我虽然也很激动,但还是说再等等,毕竟我们在一起的日子太短了。 但拗不过她,她直接带我去见了父母,在她家,我很不自在,因为自己残疾,就连说话时的语气都不是那么自信。 有时我还会听到他们二老的叹气声,这也正常,毕竟谁也不愿意将女儿嫁给一个盲人。 我原本以为,他们不会同意这件事,但结果让我意外,他们同意了。 小刘,我们也知道你的情况,也不图你什么,只要你真心对我女儿,我们就满意了。 答应我这个条件,房子就由我们来负责。 这是白鹿父亲私下和我说的,我自然也同意了,从认识不到三个月,我们就结婚了。 从没想到,我也成了闪婚一族,婚礼那天,尽管我的眼睛看不见,还是感受到了现场幸福的气氛。 我那时还幻想,等到把眼睛治好,家庭就更加完美了。 然而,结婚后,生活却让我措手不及,老婆不再是甜言蜜语,而是性情大变。 我记得洞房那天晚上,闻着老婆的体香,我已经是浴火焚身了,恨不得马上吃了她,与她大战三百回合。 她却对我没有兴趣,自顾自玩着手机,还催促我马上睡觉,老婆,这春宵一刻值千金,我们不做点有意义的事吗? 我尽量讨好的说道,听了我的话,老婆说自己很累,又在一旁待了很久,她才上床,感觉她到了床上,我又忍不住了,伸手到处乱摸,终于摸到了她的牵牵细手。 没想到她却甩开了我的手,我以为她是害羞,就像她的方向猛的一扑,想要把她拿下,可是我没碰到老婆,脑袋却碰到墙壁上,让我痛苦不已。 我还没出声,老婆却说话了,你烦不烦啊? 老婆的语气像是生气了,我寻声找到了老婆位置,一把抱住她,嘴里安慰道,对不起,让你不开心了。 睡觉 老婆冷冷说了两个字,就不再理我了。 我将在一旁,老婆的高冷让我的心凉了半截,也没了胡思乱想的心思,听到老婆传来沉睡的呼吸声,我却辗转难免。 想不出,老婆为何会对我这样,只能自己安慰自己,可能是老婆还不适应,过阵子就好了,可是后面,我发现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,第二天,我就和老婆说想去度蜜月,这是她家里都同意了,但白鹿却对我说,你又看不见,去了有什么用,还不如不花些钱。 老婆的话把我噎住了,一时间我不知道如何反驳,良久才回了一句,可结婚哪里有不度蜜月的。 听到这话,老婆来劲了,那你有钱吗? 没钱冲什么大尾巴狼,也不撒尿照照自己。 老婆在一旁嘲讽道,她的话犹如刀子,一把把插进我的心窝,我的心情也跌落到了谷底,她说的也没错,我确实一无所有,可她的话实在是让我难以接受,既然看不上我又,为何和我结婚? 难道这一切都是骗局,可骗我又能得到什么?一时间我头皮发麻,感觉脑袋像是要炸了,我将所有的怨气都喊了出来,这才算是好受一些。 接下来她好几天没回家,摆明就是在躲着我,我受不了了,就和岳父提了这件事,岳父让我别多想,他会教训白鹿的,岳父出面,白鹿态度又来了180度大转弯。 还温柔地和我道歉,我几天的怒气就没了。 那天晚上,我又想要和老婆开始造人计划,我以为一切都水到渠成了,可老婆像一滩死水躺在床上,任我如何挑逗也没有反应,我实在是憋不住了,问她什么意思。 她利落地将我手甩在一边,说,刘晓我告诉你,我结婚只是为了完成家里的任务,想睡我,门都没有,你要是再敢乱告状,有你好瞧。 听完她的话,我人都傻了,不知道老婆究竟是什么意思,这样的情况持续了半个月,我们像合租一样在一间房子里生活着,老婆自己做自己的事情。 把我当成了透明人,我实在是受不了了,就和她大吵了一架,回了自己的家里,母亲宽慰我,说夫妻都会吵吵闹闹的,我作为男人,就该有担当一些。 再者说了,白鹿是城里的孩子,有些娇生惯养,也是正常的,让我哄哄,她就好了。 我只能假装听从母亲的话,不想让她担心,从老家回到了新嫁,我们还是老样子,我其实还是对这段婚姻抱有希望的,以为时间一长就能好些了。 可是,时间是过去了,妻子却没有任何改变,我也没了耐心,既然不想过,那我们就离婚吧。 我终于向她说出了这句话,我以为她能马上同意,出乎意料的是,她拒绝了,还叫来了她的父亲,她又哭着向我认错。 她说,她不是不想要孩子,只是现在为了挣钱,想再等几年,岳父却不干了,说今年一定要抱孙子,迫于岳父的压力,妻子点头同意了。 不过妻子又说,这事情重大,要把身体养好了才行。 我实在是搞不懂,白鹿这是唱哪出,我以为她还是在敷衍,也就没放在心上。 可是,接下来的时间里,她真的有了改变,没了以前的高冷,也不和我吵架了。 但还是没让我碰她,她总是有一些理由,让我无计可施,见到她的肚子一直没有变化,岳父又开始不满意了,常常打来电话催促,可能是岳父的电话起了作用,白鹿变得勤快起来。 她主动为我熬了中药,说是调养身体,每天还给我炖些大补的汤,让我有些感动,或许她真的愿意好好混日子了。 我心里这样想着,可慢慢地,身体却不对劲了。 我发现自己身体越来越差,小便时都会胀痛,想要的时候,下面软趴趴的,这将我吓得不轻,怀疑自己是不是生病了。 又不好跟别人说,只能找时间上医院看看了,这天,我下班回来。 就听到卧室传来不和谐的声音,轻点,轻点,我都被你弄疼了,老公。 声音我很熟悉,正是白鹿的,她的喘息叫喊声,一遍又一遍传入我的脑中,疯狂刺激着我的神经。 我很想冲进去,将他们的丑事公诸于众,但我害怕了,我不敢,我自卑,因为我卑微,我悄悄关上房门出了家,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一样往下流。 我一个人在公园里过了一夜,期间没有妻子的电话,早晨,我被冻醒了,就打算回家收拾一下行李,打算离开这个让我失望的家,离开之时。 刚好碰到回来的白鹿,他有些诧异地问我,这是准备干嘛去啊? 我头也不回说道,给你们疼地方啊,还以为我不知道你们昨天干的好事。 白鹿没有我想象的心虚,而是义正词严地说道,刘晓,你又发什么神经,一天疑神疑鬼的,昨天我和闺蜜在房间里找下刺激都不行哦。 我总觉得他的借口有些牵强,可当时又没进去抓线刑,一时间没有反驳的话,成了哑巴,我本想硬气一回,没想到还是吃了败仗,他让我有事就说。 别偷偷摸摸摸的,他的意思,这倒是成了我的不是,一时间,我走也不是,留也不是,瞅瞅之间,我的好奇心又上来了。 既然妻子说话这么硬气,难道真的是我以小人之心,夺君子之父了? 为了一探究竟,我决定留下来,为了调查妻子到底有没有外遇,我找人买了一支录音笔放在床垫里, 又借口参加朋友聚会,离开了家,出了家,想到自己身体的事,就去了医院。 等到结果出来,我才知道白露的狠毒,医生告诉我,我的身体正直壮年,按道理不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的。 除非是吃了什么东西导致的,我猛然想起之前妻子熬的中药,还以为他回头是暗了,没想到他是包藏祸心, 可是,我是真不明白,要在一起的是他,要结婚的也是他,这么做,到底是为了什么? 还有我,提出离婚的时候,他还是十分不愿意的,恳求我不要离婚,从医院出来,我心里乱糟糟的,想找人来陪陪我,谈谈心,可我在这里是孤身一人,也没有熟人,得,一个人去喝点吧。 我自言自语,一个人走进了一家饭馆,要了一盘小炒肉,一盘回锅肉,又要了三瓶啤酒。 准备开吃,三碗酒下肚,饭店老板过来了,怎么了,兄弟,一个人喝这么多,是不是有啥心事? 我刚开始没理他,就一个人喝着,老板却是个热心肠,他也拿来了一瓶酒,将酒倒入碗中说道,来,哥哥陪你。 我端起酒碗与他碰了碰,又是三碗酒下肚,我的话匣子也打开了,便与他说了我最近发生的事情,大哥是过来人,就说我妻子肯定是外面有事,让我好好去查查。 我点头答应,心里却没主意,这时酒进上来了,就找了附近宾馆休息,在宾馆一待就是四天,心情很是低落,当我才回了家,妻子却热情地嘘寒问暖,让我有些不适应,我强装镇定。 没有和他说要汤的事,而是找了一个时间,将床下的录音笔取了出来,此时的我需要证据和他吵架没有任何意义,我心里这样想着,可当我听到录音笔的内容时,我再也不镇定了,没想到电视剧里的狗血剧情会在我的身上上演,是的,白鹿出轨了,他真的出轨了,但是他出轨的对象不是人。 而是一堆塑料,我傻了,他喜欢的竟然是成人用品,我连这些东西都不如,也许岳父早就知道了这件事,所以他强迫我们要孩子,以此来证明他的女儿是正常的。 也正是这个原因,他的催促就没有停过,现在想想,一切都正常了。 这时,老婆在客厅的电话响了,将我吓了一跳,他缓缓接起电话,又是敷衍地回答着问题,看样子又是岳父打来的,我都习以为常了。 应付完后,白鹿又在小声嘟囔着什么,也听不清在说什么,我又凑了凑耳朵,才听清了最后一句,难道是他? 我听完心里咯噔一下,难道他发现,我发现了他的秘密,如果是那样的话,那可就完了,这个女魔鬼,我现在还惹不起,我踹踹不安地坐到了沙发上。 却没见到老婆有任何反应,好像刚才打电话的事没发生一样,只是告诉我,晚上有一个会议,就不在家吃饭了。 至于他说的会议,我压根就不信,谁晚上开会啊。 他出去干嘛,我也不得而知,我以为他今天不会回来了,没想到我躺下没多久,他回来了,身上还带着浓浓的酒气,刚上床。 他的手机又响了,他应该是以为我睡着了,就直接接起了电话。 露露,你离开他吧,这么多年,我不是都为了你吗?只要你嫁我,我做什么都愿意。 听到这话,我人都梦了,不是说老婆不喜欢男人吗? 这又是那根葱,好在妻子对他也是高冷,随便应付了一下就挂断了。 第二天,妻子去上班了,留我一个人在家,我吃完午饭,就想去午睡一下,没想到这几步路的功夫,就摔倒了。 缓了好一会儿,我才振作起来,打车去了医院,经过检查,发现是之前大补药的副作用,不知道能不能消除。 听到这话,我顿感五雷轰顶,没想到喝这药要付出这么大的后果,算是丢了半条命,好啊。 既然你不忍,就别怪我不义了。 我做了最后决定,要白鹿为此付出代价,我先是准备一台微型摄像机,装在了天花板的灯上面,然后又借故离开了家一个星期。 乘着这段时间,出去散散心,一个星期后,我准时回到了家里,家里还是老样子,老婆应该是上班去了,没有在家,我小心翼翼找来梯子,将摄像机取了下来,连接上笔记本,显示屏上的内容没让我失望。 模模模糊糊糊的画面,又是妻子与玩具交流,想想也是可笑,都说一日敷七百日恩,为了不让我碰她,竟然下药让我阳尾,妻子傍晚回了家,就看到我脸色不对,忙问我怎么了,你说怎么了? 你好狠的心啊! 既然不喜欢男人,又为什么和我结婚? 为什么下药害我? 我连猪炮尸的逼问,让她哑火了。 一时间愣在原地,好久她才说道,我是不喜欢你,但是谁说我不喜欢男人? 是吗? 那你看看屏幕,哪里面有男人吗? 我用手一纸屏幕说道,她打开屏幕一看,脸都白了。 你,你无耻,竟然在家里装摄像头。 我无耻? 因为你熬的补药,我现在半条命都没了。 医生说我最多能活一年。 你说谁更狠? 怎么可能,我炖的是阳尾的药,又要不了性命? 那副作用你知道吗? 白鹿听完了我的话,再也没有了辩解的心思。 他跪在我的旁边,哭泣着祈求我原谅他,我本来都想送他进公安局,又想把视频公诸于众,但见到他可怜的模样,还是心软了。 这样吧,既然是你对不起我,让我原谅你,我就提两个条件。 一,房子过户到我的名下,二,把我身上所有的病治好。 白鹿听完我的条件,马上点头答应了。 他自己也完不成,就打电话让他父亲帮忙,岳父知道事情的严重性。 为了我也是忙前忙后,联系到了外地一所非常有名的医院,我在医院住了一个多月。 总算是把所有的病都治好了,又养了半个月,身体才完全康复,这期间都是白鹿请了长假,过来照顾我,也不知道是不是眼睛治好以后魅力增加了。 感觉他对我没那么厌恶了,我还在医院里和他有生理研究。 几个月后,妻子检查了怀孕,岳父高兴极了,拉着我多喝了几杯,酒一上来,他才和我说道, 小刘啊,谢谢你,要是没有你,我怕是一辈子也抱不上孙子了。 后来,我才得知,妻子的病不是我治好的,而是我在的医院,恰巧有一位心理医生,看出白鹿的不寻常,为他做了心理治疗,打开了白鹿恐惧男人的心结,才让白鹿成为了一个正常人。 对不起,对不起,对不起,对不起。